整个美丽的误会开始了 是吧 然后他就发现他考研没有考上 所以他就决定第二次考研 第二次考研的时候 他就搬到了我们学校附近 然后那一整年考研 我们俩都在一起 就每天一起去图书馆学习 每天一起吃饭 然后什么情人节啊 生日啊 所有的节假日 都在图书馆 全部在图书馆 我当时是什么状态的 就是这个大学毕业及失业 辍学的社会闲产人士吧 然后准备这个二战考研 算是一个这个 人生的妥妥的失败者 人生的最低谷期 那学姐呢 当时是这个什么 985名牌高校研究生 国奖获得者 村头里二狗开大蚊追的春花 然后还有这个老牛吃小枣实践者 我没有啊 在我心中是比较优秀的存在吧 然后我当时只能说是非常颓备 感觉 就打算这个二战 考研二战嘛 对水一战啊 我当时之所以喜欢他 他可能他觉得他在人生的低谷期 但是我觉得他由我身上 缺的很多东西 我是一个就是中规中矩 没有那么勇敢的人 我很少尝试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情 那他是一个在我眼里 非常勇敢的 勇敢的人 比如说他考精华嘛 不管他有没有考上 在我眼里 他是一个很勇敢的人 然后第二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反正我问他什么问题 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 真诚是必杀技嘛 他会把我的事情 当做他的事情去做 我后面的时候 我有申请博士 然后他会很认真的 去帮我查学校 这是非常花时间的 而这个东西是我没有开口说 你帮我做 他都会主动认真去做 就是有点把我的未来 放在了他的未来里面 就我当时感觉到 一种命运的膝膝绑定 就跟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这可能是第一次 跟二狗青年讲 这是我还没有 跟我们粉丝们讲的必杀鸡 因为在恋爱的初期 学姐也给了我 就是说 足够的这种信任支持 或者叫他什么 就两件小时 第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二战考研的时候 然后他也在读研究生 他说那你可以来我这边 我也可以监督一下你 或者就是指导一下你 之类的 他没有就是流露出说 就是没有嫌弃你吗 对对对 没有嫌弃 没有说比较自私 就说是只考虑一下自己的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们俩刚刚在一起不久 就去了一个美国亲戚家 待了一个喊架 然后当时在那期间呢 就我爸爸他心脏病了 然后去住院过年的时间 然后当时我跟他谈了约 其实不太久了 然后他就提出说 我既然在国外 然后我也是这个独生子 他可以回去帮我看一下 我的家人 虽然最后的话 我爸那个事情 没什么大事 但是他能提出这一点来 就像他刚才提出来 就说我们俩像是一个这个命运共同体 就他前期给了我这些性能之后 我觉得我也会逐步也会 表现出这样的性能 可能我们俩本质上 就是比较上人 就是 我18年考完研 到这边来 对我当时是一个人来 然后我来了之后呢 就特别想把我自己的老婆孩子 都接过来 但一开始的时候 还是比较艰难吧 是因为这个消费啊 租房的价格啊 什么的都比较高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我们是学生 没有一个非常固定 稳定的收入 那你们之前异技的时候 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一定的最大的挑战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近距离地感受这个人 给人带来心理上的隔阂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 有一场重要的考试 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生病了 你会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情绪好 什么时候情绪不好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 给到他及时的情感安慰 就比如说去年跨年的时候呢 当时快要这个博士开体了 所以他压力很大 我们因为一些小事发生争吵之后呢 我当时就从深圳 飞到北京去找他 远程的时候可能有很大的矛盾 但两个人只要一见面之后 这个情感的话 一切就升温 这些事情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就是这样 其实学长有讲 他说这个感情 它不是需要你时时刻刻 都陪在对方身边 你需要的时候 他不在 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会 就有点像这个性能感减分吧 然后这个分减到一定程度的话 可能这个性能感就会崩塌掉 对对对对 你们预历四年 感觉还是很坚固的你们的感情 之所以一定恋我们还能够谈得比较好 是我们俩都比较忙 然后我们俩都觉得 如果自己的主业做不好呢 你的恋爱呢 也会谈得不好 所以我们俩一直秉承的一个观念 就是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才能够去谈恋爱 拒绝恋爱了 学业跟婚姻会有冲突吗 学业跟婚姻没有冲突 但是学业跟育儿有冲突 结婚它有点像是一个仪式感 它只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 爱情到了一定阶段的一个生活 我们俩恋爱和结婚状态 其实差别不大 但是我觉得养孩子 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阶段 你家里多了一个人 多一双筷子 四脚吞金兽 多了一个吞金兽不一样 我觉得年轻人恐欲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原因 大部分我觉得是经济压力太大了 就是自己都还没有一个 很稳定的生活 你如果要一个孩子的话 你怎么给他足够稳定的生活呢 所以我是非常非常非常理解 大家恐欲的 因为实际上我们俩 在生孩子之前 也把养孩子这件事情 想得太轻松了 低估到这个难度 低估到难度 首先我觉得就是 要给他提供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这就非常考察你的 考验你的经济实力 经济实力 我们自己都搬过几次家是吗 我们的孩子现在 就是三岁才掉到深圳 就这边租房子的话 就是房租加生活费 一家四口 包括还有孩子 他奶奶一起在这边的生活费 一个月将近一万左右 所以这个钱呢 其实可能在我们前几年的话 我们确实是没办法负担的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父母 就是在深圳这边养育孩子 他都会有一个焦虑 他养完他没有一个标准 他不是说你达到这个标准以后 OK你是很优秀的父母 你不用再去卷了 你不用再给孩子付出了 你就不用再焦虑了 还没有 每一个父母 他都想给孩子最好的 他看到了别人的孩子 有更好的时候 他都会想要给他更好的 他有的时候 跟你的经济状况有关系 但有时候又可能 跟你的经济状况 没有太大关系 无论你再有钱 或者说你的学历 学识文化再高 我们俩还是会担心 我们的孩子 也会学习成绩的问题 就等于说有好的 还想更好这样子 对对对 所以具体一点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原来就想说 如果孩子能在身边 就非常好了 然后像孩子带到身边来之后呢 我说那我给他一个 更好的一个小区环境 是对他成长会不会更好一些 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 会一直存在 然后这个焦虑并不是说不好 它适当的焦虑和压力 也会带给别人成长 就是会让你一直保持进步 我的感情能够就是 互相进步互动成长 我一直觉得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你找对了人 就是你们一定是三观相契合的 其次就是要靠两个人的 互相包容和经营 生活中还是会有挺多摩擦的 我们俩基本上 生活习惯是完全不一样 生活习惯啊 做事方式啊 包括视为模式啊 都会有一些差异 但是我们俩有一个 比较好的事情是 我们俩的争吵 都是能够就是说 站到对方的角度上 也去思考 就像昨天晚上 我们俩吵架完了之后 我拿一张A4纸出来 然后我说来 我们来列一下 那大概理性的分析 画一个视为导图 大概我有什么问题 然后你说 我反省一下 然后你有什么问题 然后我讲 然后你看看 是不是这么几点 分块来吵的 就是说 我先来讲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来吵 吵完之后呢 我们甚至还升华了一下 就是一定要表扬一下 他的优点 所以最后呢 我还总结了 他很多的优点 比如说执行力强啊 非常有亲和力啊 非常善良啊 之类的 就各个方面都会在沟通 因为像是一个 吵架的一个复盘会 这种小的这种行为 会让我们这个 爱情啊 或者说生活啊 互相更了解对方 然后越来越好 这我男生 单纯从这个 工具理性的这个角度 来理解 女生只会觉得 这是一个批斗大会 真的吗 因为他想用 理性客观事实 来证明你的就是错的 我是一个很容易认错的人 我就觉得 我是错了 我不用你跟我推理 我哪里错了 我觉得这个是 男女性思维方式的不同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就是能不吵架 还是尽量不吵架 有的时候是 其实两个人是相赖的 但是吵架 他是会把那个感情 吵得越来越淡的 你吵架的时候 是非常容易说气话的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说出去之后 他就是有点像 一把利刃一样的 就是这个语言的威力 是无穷的 所以我在感情处事中 我就是 就是我不想要 有很多的争吵 我宁愿就是 就退一步 就赢了输了 没有影响 我们俩的性格 都去比较偏温和一些 所以我们俩很少发生 什么很激烈的争吵 我们没有发生过 很激烈的争吵 都还算是 这个理性沟通的范围内容 和糖果果夫妇聊天 真是塞了我满嘴够凉 我也被他俩互相拖累 互相成就的感情深深打动 能遇到一位目标一致 并肩坐山的伴侣 真的太让人羡慕了 因为篇幅较长 这次采访我们将分为三期 后面两期将聊到 成为名校博主 和50万粉丝 up主是什么样的体验 下期见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哈喽大家好我是冬子哥 冬子哥是我们清华计算机系的研究生果奖 为什么请冬子哥来 是因为我觉得人生就像打王者荣耀 然后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全局都是有战争迷雾的 对于什么就业 对于如何读研 都非常的迷茫不确定 但冬子哥就是我们这盘 人生王者荣耀的MVP 我们来请冬子哥来 分享一下读研和就业的经验 陈同学过奖了 然后我这套读研找工作的经验的话 其实是我长期思考的一个方法论的一个沉淀 因为我快毕业了 所以说希望把方法论能够传给实际师妹们 希望对大家有所收获 接下来我简单的从学业和实习方面介绍一下冬子哥 冬子哥在学业上可谓是小有成就 发表的顶绘论文6篇 然后其中一座有4篇 并且获得了清华的计算机的国奖 这个还是非常难得 在实习方面冬子哥也是去过像商汤快手腾讯和华为实习 毕业之后也加入了非常火热的自动驾驶行业 另外听说冬子哥在学习之余的课外活动也是非常丰富的 对我在学习之余的话也会参加像学校的国表舞的一个训练 然后的话平时自己也会打下王者荣耀 这么多才多艺我就要替大家问一下冬子哥这么帅有没有女朋友 大家还有没有机会 有女朋友了 大家没有机会 不过大家不要着急退出 冬子哥接下来讲的东西也是一样精彩 冬子哥待会会大概讲些什么 这次分享的话 我主要是分享一下我在读研期间的一些经验 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作为科研小白 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论文 能拿到国奖的那一种 第二个的话分析一下作为一个研究生 毕业之后到底选择就业 还是选择继续读博生造 都列了一些原因 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去参考 我看了冬子哥做的PPT非常的贵福 从结构化思考的方面讲了很多自己建议和思考 我觉得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 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冬子哥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读研的一个分享 首先我是做这个人工智能方向的 那么关于怎么去入门人工智能算法的话 我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 一个是通过视频课的方式 一个是通过数据的方式 那这个其实在大家读研开始的时候 应该都有一些了解 比如说像视频课的话 像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两门课 CSR29 CSR31N 还有就是我个人感觉比较好的一个课程 是国立台湾大学的李鸿一教授 他的一门课就是他更加的深入浅出的去把深度学习 机器学习里面的一些模型给大家展示出来 然后也是更适合小白去上手的一门课 数据方面因为上了课程之后 可能大概对这些模型有一个大致的了解 那么如果需要深入的对一些模型进行研究的话 还是需要去看一些数的 像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 两本比较重要的两本书吧 一本是花书一本是西瓜书 入门了人工智能算法之后 我们开始做科研 那么对研究生来说做科研的话 它是有一个脉络的 比如说刚开始我们是要确定我们的idea 确定idea之后 我们需要对这个方向做一个文献的一个检索 检索到大量的论文之后 我们需要去阅读这些论文 然后包括复线 还有就是后面的一些尝试自己的idea 就是要做一些大量的实验 做完实验之后如果有效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它形成一个论文 并且发表在这个会议上或者说期刊上 这里面的话就是这个过程的话 我给大家推荐一些科研的一些工具 像文献检索的话 谷歌学术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论文的一个资料库 那么在上面的话可以搜到特别多国际顶会顶刊的一些论文 相关的方向只需要输入这个关键字 但是有一些论文它是有版权的 这时候可能需要付费 如果想免费获得这些资源的话 可以通过SI Hub这个网站 可以进一步的去获得更多的论文 检索到大量论文之后 我们需要去对论文进行阅读 这个文章的数量可能特别的大 所以说如果每一篇文章都花当然的时间去阅读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需要去形成一个快速阅读的能力 在这里面的话我推荐的话就是说先大概看一下这个论文的题目 就可以知道这个论文跟自己的研究方向是否相关 确定相关之后我们再看这个论文的摘要 看一下这个论文它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模型 主要的idea是什么 它需要去解决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如果反正自己感兴趣的话 我们再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框架图 框架图的话可以更直观的让我们感受到它的这个模型 它的一个实现的原理 然后还有它的一个创新点是什么 在这里面的话 推荐大家去B站搜一下乌文达的如何有效阅读论文 它大概就是有好几个step 然后按照这个step一步步的去筛选自己对自己有用的这样的一个文献 就可以在短时间内去阅读大人论文 另外的话有一个网站叫Paper Digest 这个网站它有非常多顶绘会会议和期刊的一些论文 然后它是用一句话的概括方式提取这个论文的一个核心内容 这里面的话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使用的 然后比如说我需要在顶绘ECCV上面去搜 跟我方向相关的一些论文的话 可以上面直接搜去年 搜前年所有的ECCV的一个论文 然后去筛选 阅读完论文之后 我们可能经常自己的一个 就是需要去复线论文 以及去做一些尝试 就需要做实验 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多组一个实验 去快速的迭代我们的模型 那这里面的话是计算资源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一个GPU 去做我们的实验的话 我们就能够比其他 就是说其他研究者能更快的去出成果 所以说无论是在自己的 在学校的一个课题组 还是说在外面的实习 就是尽量的去跟导师去商量 就是说怎么去拿更多的这样一个计算资源 去做实验这样一个问题 是非常关键的 此外的话可以通过Github的方式去 记录自己的实验的进展 我们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会有很多模型的一个改进 那么每一次改进的话 最好把这个结果的话 把它commit到Github上面 那这样子以后我们做回滚 或者说做一些创新 就可以比较好的去在原来版本上面去做 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个投稿时间 去倒推实验进展 是我之前投CPR的时候的一个 投稿的一个时间表的一个安排 就是我当时是从最后就是11月中旬 它是提交DDL 然后去倒推前面就是需要去完成的一些事情 然后当时应该是用了一个半月的一个时间 然后完成了这个投稿 就是从11月15号是投稿DDL 然后倒推两周到11月1号的时候 应该是要完成一个论文的一个出稿 然后再往前倒推的话 是需要去 再往前倒推两周的话 是需要去做一个实验的一个 就是把BaseLine的实验跑完 然后并且去做一些模型上面的一些改进 对 这个是做实验的部分 然后实验做完之后 我们发现有效果的话 我们就可以尝试写论文了 那么写论文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一般是用latex来写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个overleaf上面 这个网站上面去来写这个latex 它可以很好的去跟合作者去修改论文 然后写完论文之后 我们需要去对这个语法去检查 我们可以用一些软件像这个grammarly 先对这个英文的语法做一个出本筛选 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再人工的去 逐次的去检查一些低级语法 因为这个语法的话 如果在审稿的这个过程还是比较重要的 如果太多低级语法的话 深稿人其实会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印象 此外的话 做这个计算机视觉方面的一个研究的话 我比较推荐wells这一个社区 它是一个华人最大的一个计算机视觉的社区 然后它大概每周都会有一些讲座 还有一些讨论 也是非常好的 那这里的话我给大家筛选了一些 就是关于做科研方面的一些讲座 就是在这个wells的官网上面去搜这样一个关键词 就可以搜到对应的一些讲座 都是非常好的一些资源 先回答一下 就是之前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因为研究生的话 可能任务非常多 像需要我们上课 然后还要做科研 还要参加一些学校的活动 实习什么的 那怎么去合理安排时间 那这个就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要分好这个任务的一个主次 就是研究生的话 首先课程跟研究之间 我觉得重要的是做研究 我们我在入学 导师就跟我们说 研究生跟本课生最大区别 就是研究生 他的重心应该是做研究 而不是上课 所以说我一开始 其实是把这个重心放在做研究上 而上课的话 就是完成作业 然后达到这个要求就好了 那另外的话 就是我们在做研究 写作业的时候的话 就是还是要减少外界的干扰 因为我们身边 还是会比较多其他的一些肉货 比如说同学可能出去玩 然后之类的一些东西 那我们还是要先把自己的 就是本职工作先做好 然后才去参加这样一些活动 如果不能达到平衡的时候的话 我们要增加投入时间 因为相信大家都听过 就是学习社交睡觉三选二 那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通过增加投入时间减少 比如说减少休息的时间 但是这个的话 还是得看大家实际的一个感受 就是也不要 也不要 因为休息不够 然后导致自己 就是也做不了科研 这样子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一些节奏来 然后如何找第一份实习 时间的话 就是如果自己一开始没有实习经验 然后去瞄准大场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大场他候选特别的多 然后他一开始都会对有自己的一个门槛吧 然后对候选的要求比较高 那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首先要累积一些项目的经验 那么就可以通过参加学校实验室的一些项目 或者说通过开个比赛的一些项目 去累积关于这个机器学习 生育学习方面的一些经验 然后在累积完这些经验之后 我们再去尝试这个大场的一个实习 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甚至的话可以先找一些比较小的公司 然后去做一些落地项目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公司 它的项目的话是什么样 是怎么去做的 然后也可以成为我们下一次面试的一个简历上面一个谈资 然后可以尝试海头多加公司 因为现在相信大家就是在 在无论是春招还是熟悉 就发现就是说公司 很多公司HC都比较少 那这需要我们去多多做尝试了 然后也成为我们通过了一个概率 我们海头多加 我们面试很多次之后 其实我们可以找到这个面试的一些套路 这样的话在后面的一些面试当中 会表现的更好 这也是为什么有人说 就是前面面试的时候 可以选自己不太想去的公司先面试 然后后面等到自己想去的公司面试的时候 就已经有经验了 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好 怎么从零去产出一篇高质量的论文 对我的一个经验来说的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打好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对我自己来说 我在读研之前其实首先去了商商实习 然后在商商实习的这段时间的话 就是也是培养了自己在代码方面的一个能力 我之前在商商做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偏工程的 而不是那种科研的东西 当时需要做一个非常无聊的 就是把Pythoch模型转成Cafe模型 这里面的话其实需要对模型里面的一些 就是对这个代码 无论是Python代码还是CIA代码都是需要比较了解 然后需要去看这些框架 Pythoch模型转成Cafe它的一个圆码 虽然说当时的我看上去 就是说觉得很无聊 但是我发现后面对我去理解这个神经网络 还有各种模型 它底层的一些东西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说多看这个模型的圆码 那看完这个圆码之后 你才知道下次如果你要修改这个模型的时候 你需要去改什么样的一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代码基础 理论基础 就是说反向传播 你是否知道它的一个理论的推导 就是这样一处里面都是有很详细的一些推导的 就大家不要去忽视这样一些理论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对你 可能是你会发现它里面有一些改进的点的话 就可以做一篇新的论文了 这些在面试的时候也是会问到一些基础的问题 然后第二点就是熟悉掌握科研的工具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关于做科研整个思路 在每个阶段 比如说文献检索 还有就是怎么去读论文 对都是有一些比较别人可以借鉴的一些经验的 然后需要我们就是多跟实验室的一个使用师姐去请教 或者说在知乎啊 B站啊 还有Wells这些网站上面去多多寻求一些帮助 对 然后使得自己呢 能够就是能够熟练去掌握这些东西 第三点就是有充足的一个计算资源 因为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是只有一块GPU的一个一个实验室 一个是有100块GPU的一个显示 那么我们要做三个月才能够比较过人家做一天的实验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做不够别人 所以说还是最好还是说要找一些GPU比较多的一些地方去实习 这样的话能够去快速的去让自己能够缠出成果 因为做时间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不断的去试错的一个过程 不可能一次实验就可以了 就是需要日夜夜 然后堆大量的一个计算资源 多做尝试 才能够去处于比较好的成果 第四点就是有靠谱的指导老师 因为我们刚刚做科研的话 可能就是不太懂这个科研的套路 还是需要有一个比较年轻的老师 或者说实用师姐能愿意去带我们 去帮我们 去跟我们一起走一下 这个就是从这个问题提出 然后到中间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去修改 怎么去打磨我们的想法 打磨我们的idea 最后的话去怎么去撰写一个论文 就是需要前人去就是说比较靠谱的一个老师 或者实用师姐去带我们走一下这个流程 如果自己去摸索的话 肯定是有非常多的坑的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就是最好一个是如果实验室 有类似的这样的比较厉害的生用师姐的话 一定要抱紧他们的大腿 或者说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尝试去找实习 然后在实习里面 如果mentor是比较厉害的那种 也是非常好的 像我之前的论文的话 其实也是很多是在实习的时候发出来的 第四下一个问题就是实习和科研如何有效结合 因为研究生来说 其实最后的话都是需要阐述论文的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实习的话 我们就可以着重的去考虑 跟我们在实验室 跟我们在就是学校的这边 方向比较match的研究部门 这样的话我们做的东西是一致的 这样会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的学校老师 可能会放我们去实习 另外我们的我们做的东西 可以去写在我们的毕业论文上 那关于员工智能方向的话 其实可以选的是很多的 有很多lab 像msra 华为 腾讯 阿里 矿市 商汤 很多lab都是有做相关方向 大家就是要选 就是跟自己方向match的这些小部门 对 多打听 那些小部门 它的mentor是比较靠谱的 第二点也是比较重要的点 就是其实在实习如果要发专利 或者发论文是需要设计到一个论文挂名的问题 很多学校导师其实是比较在意这个问题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跟这个学校导师去沟通这个论文 他比如说企业的话 他能不能挂咱们学校是唯一的通讯 或者说他只能挂咱们学校是共同的通讯 这个都是需要提前去沟通的 就是最好是在实习之前 就是实习刚开始就沟通这件事 而不是到论文已经写完了 然后最后才发现 企业他只能给学校挂一个共同通讯 但是学校老师又希望是拿独立通讯 这样比较尴尬的局面 所以说还是需要提前去做一些沟通 关于就是毕业之后 是就业还是读博 我在这里的话列了几个原因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就是就业的话第一点是不想做科研 因为我感觉兴趣是读博最大的一个因素 就是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读博还是比较艰难的 需要短则三四年 长则五到七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还是非常 如果没有兴趣还是非常难受的 所以说兴趣必须是第一位 第二点就是说就业想早点进入工业界 然后想抓住现在的一个硬科技的风口 像半导体新能源自动驾驶这样的一些风口 所以说怕担心就是读博之后 可能这些风口已经过去了 第三点就是硕士毕业之后 去工业界能够拿大产人才计划 在一个四到五年之后 他可能比一个博士生刚出来 就是说他的企业上面 他累计的经验的话 其实是会更好的 相比于这四到五年去拿去读博 像那个读博在学校的一个科研经验来说 他在企业累积的这种落地的经验可能会更好 关于读博的话 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未来想走体制内教职 还有企业的科研港 这种的话博士 他的优势其实是远远是大于硕士 比如说体制内教职 这些是可能是特别明显 然后企业科研港其实也是更偏好博士 就是以我之前的一个 就是在企业的一个实习经历来说 博士他的一个精神空间还是 就是对于科研港来说 他的一个精神空间肯定是远大于硕士 第二点就是喜欢科研 然后读博期间成果很多 能做出很有影响力的工作 在你的小领域已经成为一个介绍者 这时候的话 走工业界 而且大概率能拿这个博士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 第三点就是不太推荐的一个情况 就是成果一般 就是比优秀的硕士好一点 甚至差不多 第一的话也是走工业界 这个时候可能跟优秀硕士相比的话 就是没有太大的一个优势吧 对因为如果不是走科研方向 而是走这种落地的话 其实跟硕士 跟优秀硕士比的话 优势可能不太明显 这时候的话 就是不太推荐读博 下面有两个tips 第一点就是尽早做决定 就是最好是在研一 研一刚入学 或者说做科研做个半年 就是能够决定自己 能够想去就业还是读博 因为这两个方向 其实准备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就业的话 可能就是要提前的去做刷题 然后如果是读博的话 可能要准备一下英语 对就是如果能尽早决定的话 就能够有效 就是增加这个有效投入 避免做弯度 第二点就是如果想进工业界 办情况下 硕士毕业之后 一般是直接就业的 如果觉得自己博士 能够出非常多成果 然后成为这个领域的一个 比较知名的一个人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考虑读博 那么非常感谢东子哥 给我们今天分享 他的读研期间的经验 如果大家对这次采访的PPT感兴趣的话 欢迎大家关注东子哥的公众号 机器学习与3D视觉 或者扫描图上的二维码 回复采访就可以获得 本次东子哥的采访PPT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记得一键三连 一键三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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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们一起交流会有落差感吗 铁定血亏 黄焖鸡还要点小分 猪搅拌还不肯多加一个卤蛋 上周学长一个人偷偷去参加 这不是我的频道 不是应该我来说 你来说吧 上周我去参加这个同学的 硕士同学的一个小聚会 然后在广州 然后回来学姐就说 这么好玩的局都不带我去 我说我们这个是专业同学局 一个是某互联网大厂 不能讲名字 然后五星员工 然后现在的话已经离职了 就是要自己做点事情 一个是在硅谷做AI工程师 然后还有一个是 原来在保洁的快销 然后现在到了上市公司做董柱 刚好这一次跟他们聊聊 有一些感悟 我还发了一条动态 然后征集了一些 大家对于专业就业的问题 这是专业唠科视频 我看到大家关心的问题和我一样 多少钱 你们这个专业 应该是很就是money比较多 大家在线下都比较礼貌 都是什么学长学姐 你们好了 然后到线上就是 你这个多少钱 我们都是文明礼貌的人 不能这么直接问 要怎么问 你要问他说 你年薪几位数 年薪几位数 开玩笑 我问了 就大概是 比如说他们这几个 还比较有这种代表性 我就分三类来说 第一类互联网大厂的同学 他说有一个小程序 叫Oversue Oversue上面就是 能够看到你说的这个硕士博士同学 这个薪资的范围 他这个范围是基本就准确的 所以说大家都可以去看 然后他们每年还有两次条性 所以你这次是不说的是吧 80加 就他工作两年可以达到80加 明星 然后这个硅谷的这个同学呢 也推荐一个地方 叫这个一亩三分地 所以那个大厂的是80加 大厂是80加 硅谷的这个呢 起薪他当时已经是破百万了 就人民币破百万 然后就第一年 他现在的话 他不说 他就叫我自己去看 然后这个快销的这个同学呢 之前在宝洁 他说外企的这个薪资体系 都是非常比较这个透明的 具体的话 我给大家找张图吧 其实我还挺好奇一个问题的 就是你三年以后跟你的同学 聚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早早工作的人 每年已经可以赚很多W了 但是你每次点那个 点外卖的时候 还要用 优惠去 还优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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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会鸡蛋 鸡蛋 鸡蛋 你心里会有落差感吗 这个怎么样 该省省该花花 那个落差 急着自己就去酒吧 是 落差感肯定是会有的 但是就是说 读博也是一种不一样的 这个人生体验 就他们经常就安慰我 哎呀 好羡慕你还在学校里 不用打工 也许人家只是个客套话 我也听不出来 这个到底是客套话 然后我也就做完 我也就说 是不同的体验 我觉得确实可能是 我觉得确实吧 可能就是打工 用打工的能苦 然后上学有上学的轻松 你要我说 我觉得这个羡慕 这个等级是 真的是没法穷尽的 因为我听学长讲 他们的这个工资 那我们文科生像我一句话也没说 我们得说什么 但粉丝里面肯定有很多 是我这个心态 什么动辄 什么几十万几十万 我们这动辄三五千 原来不是有句话说什么 魔道古物砍材工 读完硕士在打工 我觉得可以的 你读完博士在打工 反正终究是打工 对 所以你们到底在聊什么呢 我们这次的这个主题 是有关于这个能工智能创作的 你们聊这么正经的话题 对啊 就什么AIGC 因为那硅谷的同学回来嘛 然后又有广告行业 又有游戏行业的同学 然后他们就聊说这个能工智能 怎么在他们的领域上去用 就不知道这个圈外的同学 最近感觉这个能工智能怎么样 我们这圈内的同学 每天感觉跟过年一样 我感受到了 这个学长每次有一个什么 就前一段生什么 切的GPT 就各种工具 他就会说 快过来快过来快过来看 然后怎么怎么样 大家分享 就是圈内和圈外同学 因为就是人工 因为我不了解 所以我就觉得又怎么样 是不是跟原来又一样的 又差不多的 是那样的 你每天都有新的工具出来 天天都有人开发小程序APP网页 所以我就麻了一击 所以这一次呢 作为我们这个AI专业的同学 我们感觉是真的有点不一样 哪些不一样 这个能工智能创作 像这个Me的Genie 和这个OpenAI的这个ChatGPT 它是你真正可以用 它可以马上就可以加入到 你这个学术写作 或者写邮件的那个工作流里面 你想想心动不心动 马上就有一个智能小蜜 来天天帮你写邮件 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 最深动形象的例子 就我原来特别害怕 写这个英文的邮件 因为它用什么格式啊 用什么礼貌用语啊 你又不知道讲的 合适和合适 有没有写错 我现在就是 把我的意思告诉你 给这个ChatGPT 然后他马上就能 把我写出一篇 至少八九十分的一篇 这个英语的邮件 所以你用在了什么场景中 我原来吹这个美国大使馆 帮我办签证的邮件啊 包括和美国那边学校的 这个小蜜的联系的邮件啊 还包括一些和老师的 一些正式的邮件都用上 大家可以设想一下 你只能把这个上下文 和你要表达的这个中文的意思 告诉你这个ChatGPT 然后他就能帮你生成出一篇 有这个礼貌用语 又有格式 然后又有 前系中系后系都有 对 又有中心思想的东西 然后你还不用害怕 他有错笔字了 还有很多我们同学 用他去改这个英文的诺文 他感觉要比自己 写出来的要好很多 然后现在是呢 我们这个智能工作 有想念 但是我们这个生活上 这个体力工作上还没有这个小蜜 正从我们几个同学也聊谈 就这个毕业这几年了 工作啊 学习啊 都越来越忙 然后忙起来之后 就感觉这个脖子 就会很不舒服 轻则可能是酸类的 重则可能都要去看医生了 你不是去看过吗 最近在准备写论文的时候呢 经常也是这个一坐一整天 时间一长呢 脖子就会感觉这个特别硬 特别的脏 严重的时候呢 这个抬头低头 还会有这种晕晕的感觉 一点呢 就劝我都注意一下 所以最近呢 我也用这个SKG 颈椎按摩仪做放松 去年教师姐的时候 我们师们就送了一个 SKG的按摩仪给导师了 教师姐礼物 用起来呢 是有这种酥酥麻麻的 这种感觉 和我们传统见到的 那种机械按摩仪不一样 脉冲按摩的原理呢 是给酸脏的肌肉呢 发送一个这个运动的信号 让肌肉自己去拉伸 而不是靠外力去挤压 肌肉活动开了呢 自然就不会这个僵硬和紧绷了 以前在家呢 学姐也是经常让我帮她按摩 但是我按一会呢 这个手就酸了 然后学姐还嫌我 这个力气不够大 按不到位 SKG这个按摩仪呢 用的是这个中品脉冲 能够直接按到脖子的 这个生成的肌肉 最近学姐喜欢用完的时候呢 就会用这个按一会 比你按得舒服多了 坚持用还会更有效果 这个按摩仪呢 还有一个亮点特别吸引我 是它比较这个小巧轻便 像我们这个平时 出差坐动车啊 或者日常的通勤 都可以把它挂在脖子上 或者摔在包里 非常方便 比如说小时候经常有时候提一些 比如说它叫海豚车 海豚提起来 什么三个头的蛇啊 五个头的鲨鱼啊 这都算了 它是海豚车 就海豚下面有轮子 然后这种东西 你看小孩的想象力 我就把这个东西告给GPT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还有这种会怎么会走路的鲨鱼 会哭泣的虎鲸 那是不是因为有什么科研的重大发现 或者原理性的重大突破 让你今年就变得这么快呢 UI不是有那个图灵测试吗 就是说你如果去跟一个机器人聊天的话 你发现不出来 它是一个机器人的话 它就通过了这个图灵测试 就觉得它已经可以扮演一个真人的形象了 然后它这次的这个ChartGPT 已经出现了这样的能力 就我们原来像我们家里都有些什么 小米音响和小竹鸡的 大家不会主动说我去跟他聊一聊 因为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机器 它很笨 然后它没有什么智能 但是其实这一次这个ChartGPT 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去跟它聊天 然后就跟它工作 因为我们正恩的 它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秘书 或者是小秘的 这种人类的思维体现在了里面 那另一方面 也就是意味着 人类现在有这种大规模复制 这种智能的能力了 就原来有一个东西叫摩尔定律 它讲的是地球上的 这个芯片硬件的数量 它每隔18个月就会翻一倍 你想想就从2到4到8到16 它这种指数的在这样增长上去 这个OpenAI的创始人 它提出一个新的摩尔定律 又叫这个奥特曼定律 就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奥特曼 他说每过18个月 这个宇宙中的智能体的数量 也会翻一倍 那个事情就很可怕 你想想我们人类的话 我们两个人只能生一个人 对吧 但是智能体它不断复制 不断复制就特别多 那就会出现一种智能体 来统治人类 说人类变成一个弱势群体 或者叫小族群 所以大家又把这一次 称为这个龟基革命 就我们人是由碳组成的 我们叫碳基生物 然后智能体的龟组成 所以它就叫龟基生命 这样把潘多拉摩盒可以打开了 人类创造了一种 可以来统治人类自己的一种生命 觉得你们 就是你作为人工智能方向的 就是业内人士 不是业内人 业内打工人士 你觉得AI对以后找工作 真的有影响吗 我看其实很多人还挺担心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 就国外也出了很多报告之类 我自己的几个想法 第一呢 它肯定是从这个工资高的 先开始替代 就是说 它先把我们这种程序人 什么之类的 先会一部分的取代 所以它会取代科学家吗 这个谁有时候 我对于这个事情都还是比较乐观 他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说 它创造的工作岗位 肯定会比它替代的还要多 对 然后甚至就是说 我们可能不用工作的那么辛苦 然后 另一个想法就是 我们要更加主动去拥抱 就是和AI一起工作 比如说现在 用这个东西去生成一些模特的图 还包括像我用它来写邮件 改代码 甚至是让它作为心理知识师 或者是老师 来帮我们解决一些 我们生活的问题 另一方面 我觉得这个产品 它现在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美 因为学姐 还没有达到这个学姐的 那个严苛的质检标准 学姐觉得还暂时不能用 就是学姐有一次用它去处理了一些东西 然后她 取二胎的名字 包括取二胎的名字 我把我们全家人的名字告诉她 然后告诉她 如果我想生一个二胎的话 帮我们取一个合适的名字 结果她取出来的 还达不到这个学姐 这个文学审美的标准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唐哥哥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同学 今天这期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聊 幕府这个现象 特意拉了学长过来 什么叫幕府啊 幕府就是最近的一个新闻 然后大家对一个富二代 就是极尽崇拜和羡慕之情吧 其实已经有很多博主书了 但其实我们今天是想借我们 读过的一本名著 来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现象 这本书已经拍成电影了 而且是我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你带我看的 不了不起的盖茨比 我能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大学毕业的时候呢 既看了这个中文的原著 然后又补了电影 还把自己的这个微信的头像 都改成了这一张 书籍的这个剪影封面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 通过自己奋斗的那个新兴富豪 那盖茨比呢 爱上了这个传统富豪 Tom的妻子 Daisy的故事 我以为你要说爱上了Tom 我笑了一跳 我看第一遍当的时候呢 就觉得这个女主角呢 Daisy实在是太漂亮了 觉得Daisy很单纯 所以她撞人以后 什么也不知道 感觉太可惜了 Daisy就像一个小白兔一样的 这个角色 对 但是我后来看完这个电影之后 学长又给我推荐了书 我就看书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未没有能理解到 这个作者背后体现的深意 感到羞愧 那背后到底是一个道德的沦丧 还是法治的缺失 我们今天让学姐给大家唠一唠 我翻开书的第一页 它上面就写了 它说 每当你想要批评别人的时候 要记住 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人 都拥有你拥有的 那些优越的条件 一开始我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以为他只是为了劝我们善良 我一开始感觉是非常谦虚的一句话 但其实作者呢 菲茨杰拉德 是借这句话想跟我们讨论 在巨大的贫富差距下 普通人的奋斗和道德 显得非常的无力 就跟如今大家讨论这个寒门学子 其实是一样的 你还记不记得电影里面 有一段非常经典的争吵 这个Tom呢 就去嘲笑这个Gatsby说 哎呀 你这个学历是不是造假的 你就是一个思绪贩子 还嘲笑他的是个品位 说 就不是这个镇皇旗 对 这嘲笑他的努力呢 就是怎么努力也比不过我们 我当时看到那一段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嘲笑 非常像这个精英阶层 阶层对小生作体家的嘲笑 而我之前呢 特别喜欢这个Daisy 但是在我看书的时候 我的这个滤镜就碎了一地 然后我看书的时候 我才明白这个作者 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字叫Daisy Daisy的英语名字呢 就是除菊的意思 除菊的就是纯洁无瑕的意思 其实是他自己戴着 纯洁无瑕的这个面具 骗过了盖茨笔 甚至骗过了我们观众 让我们觉得 她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精致的利己主义 书里面有一个情节 Daisy发现Tom出国以后 非常的痛苦 那书里的这个Daisy的表哥 Nick呢就去问这个Daisy 就跟他闲聊安慰他嘛 他就说哎你女儿怎么样 然后说到他女儿 他当时就哭了 因为他生完女儿之后 这个Tom呢 就是在产房外就直接走掉了 去找他的情妇了 然后这个Daisy 当时生完孩子之后 他就很难过嘛 他就问那个护士 他说护士生的男孩还是女孩 那个护士就说 生的是一个女孩 然后这个Daisy就说女孩好啊 女孩好 对 他说我很高兴是一个女孩 我希望她将来是一个傻瓜 在这个世界上女孩 最好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a beautiful little fool 他说当一个漂亮的小傻瓜 就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我一开始跟你一样也不太懂 傻白甜的白富美 差不多吧 然后我看到后面我注意懂了 他之所以这样说呢 其实他是想用这种傻 给自己戴上纯洁的面具 这样呢他做了任何的坏事 大家都可以通过他纯洁他傻 替他抹清这个责任 哦那我还真没看出来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 更深层自然的意思 对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电影结局呢 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 我不一定能够感受到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说 是不是一个善良的人吧 对而且他百分百不是一个很傻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因为他最后完美的甩锅了 甚至他在知道自己杀人以后 就立马逃离 而且他知道了非常爱他的盖茨比 给他顶包的时候 他没有给他留个一个信息 非常这个精致利己主义者吧 所以菲茨杰拉德 他就是用这种一种讽刺的手法 就是用一个外表看起来单纯善良 纯洁无瑕的人来揭露了 其实他们的内心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 你所看到的很多真诚善良 其实都是他们给自己戴的面具 实际上呢 他们最爱的是他们自己 他们只想维护好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 所以尽管他的老公汤姆呢 就出轨啊 然后做了很多无恶不作的事情 他还是最终选择了跟他在一起 因为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 哪怕他是一个真诚善良 非常爱他的人 为了他义无反共的人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书 其实最终反应的是两个阶层之间 巨大的这种混沟差 也难怪就是这个作者 他给了这个盖茨比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最后呢 这个盖茨比是被这个枪杀掉了 我一开始特别不理解 就作者为什么一定要写一个悲剧吧 一个这么就真诚的人就这样一枪打死了 悲剧最能震撼人心 那把一个很美好的东西撕毁呢 其实是为了警醒我们 在现实中 我们真的不要对权贵 或者说富裕阶层有那么高的滤镜 投授这种超长的关注度 或者说倾慕之情 因为你的关注和爱慕 就像这个盖茨比对Daisy的这个关注和爱慕一样 在他面前是不值一提的 甚至到最后你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会毫无反过的就抛弃 抛弃 就像盖茨比最后死了以后 大家也知道就没有一个人来参加大的葬礼 甚至没有一个电话都没有 书中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Nick 那他是这个Daisy的表哥 然后他通过Daisy和盖茨比的关系 认识了盖茨比之后 也和盖茨比成为了朋友 那这个Nick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作者他有很多观点 他用了他的视角在写作 对 因为这本书呢 就是以Nick的视角来写作的 那这个Nick呢 近距离地观察到了 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而且还见证了盖茨比的结局 那最后呢 这个作者菲斯杰拉德 借这个Nick的嘴呢 说出了他自己的价值观 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 在盖茨比死之前呢 这个Nick呢 对盖茨比说了一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他们全部腐朽软弱 他们全部加钱呢 还比不上你一个 那句话呢 也是Nick对盖茨比说的最后一句话 然后也是作者 其实想给我们传递出来明确的价值观 就是作者是欣赏这种 从无到有从零开始 慢慢奋斗起来的创意待 而不是在精英阶层中 那群披着伪善外衣的这群人 书中的结局呢 其实就是Nick对这个纽约的失望透极 他觉得非常的虚伪 然后最后选择的离开 其实我现在跟大家聊这个故事 我还是能感觉到作者 他传递给我们的这种价值观 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远离这种纸醉金迷 远离这种喧嚣与热闹 就更加专注自己的生活 这部小说呢 也是在某一次的评选当中 获选这个美国20世纪呢 最伟大的小说的榜野 其实我们所处的这个当地世界 和当时那个美国纸醉金迷啊 或者说娱乐致死的时代呢 也有某些地方是有相似之处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通过 那些时期伟大的一些文学作品呢 来启发我们的思考 其实与其在互联网上呢 把自己的很多精力投入在 窥探有钱的人的生活 或者对他们投入过多的关注 甚至贬低自己矮化自己 还不是多关注自己的现实生活 然后在现实生活里披荆斩棘 其实我们正确的应该就是 既不要贤贫爱富 也不要就妄自菲薄 我觉得学姐从这个文艺批评的这个角度 确实确实给我们解读出了不一样的事 所以文科还是有用的吧 非常有用 虽然代码我不会编 文科森通过改变理科森来改变世界 是好像有点套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这种两个人一起来聊一聊的话 点个一键三连 我们以后会更新更多这样的视频 Will you still love me when I'm no longer young beautiful 我一件想讲一个我自己觉得比较有感触的一个话题 考研的同学和这种保研上的优优生的同学 有什么区别或者说有什么优势或者是劣势吗 他是可以说的吗 我可以对他说了 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自学能文智能AI 或者像做科研上的我自己走过的一些文物 我觉得考研的第一次 你经过了大概半年到一年的学习 很明显的问题 这个基础呢就都是优点的 那么学研的可能就是说问题的意思不是很强吗 并不能就是很好地区别于什么是好的一个科研的问题 现在自己讲讲的最大的学研其实就是 天后做到很快地上到科研这种 迎辉途远 我们在考研当中花了很多苦功夫 我老有很多笨办法 然后可能可能拿到的结果 但是做科研的战场已经是改变了 他不单纯是在吃基础 然后更多的是你要能够发现很好的一个问题 或者说解决问题的方法 对于这个考研的同学来说呢 其实也就是说你在考研的时候 做的一些什么数学题啊 音语题啊之类的 都是有一些这个考研名师嘛 我在刷一些别人给我一个跨度的一些好的题目 其实在读研究生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题的话就要自己去找 你要自己去判断说 这个题是不是一个好的题 那即使是这个老师的课题呢 你要去问自己 要不判断说 它有哪个好的解决方式是你可以做出来的 那到了博士生的时候 当然你要自己要出题 出一个好的题 然后你才能把它很好地解答出来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 我自己的那个转业数据科学 或者说人工智能 大家自从知道我是学这个数据科学之后呢 就不断发私信来问我说 哎呀学长怎么学拍层编层啊 然后学长怎么学那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人工智能啊 然后学长怎么样 然后找这个研究方向 学路文发学文毕业 找工作 今天就我自己走过的一些弯路 两个两半 前天刷那个知乎 然后有一个那个问题 如何系统的自学这个机器学习 然后呢 我心想因为哪个一招后又开始来一起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点击去 跑到个T9上台 然后后来点击去 然后发现是那个温达老师是吧 但是温达老师那就算了 初学的人可能大家还不太知道这个温达老师 温达老师就是这个世界上所有这个学 那个机器学习 深度学习的人 90%以上都是跟着他们课程入门的 就他本身是这个斯坦福的教授嘛 然后很早之前他在教这个机器学习这本课 然后我前两天跟一个MIT的一个国际生聊天 然后他说他们也一样 他们说他们也是看这个温达老师的课程入门 所以他就说全世界的都是通过温达老师入门 那他实际上就讲到 他说怎么样怎么样来这个自学的 他说首先呢 那你要找到一点编程基础 注意啊是一点 然后待会会说这个一点这种意思 那第二个呢 你要找到一点机器学习和数学的基础 然后第三个呢 你要找到一个领域长久的待下去 基本上就是这种三步 那这三步是不是听起来 可以像说怎么样把一个大象放进冰箱里 就是第一步你要把这个冰箱里打开 第二步你要把这个大象放进冰箱 那第三步呢 这个冰箱里关上 所以总共是分三步 那么其实这三步里面呢 其实会有非常多的坑 我就讲到我自己学习当中的一些坑了 那首先来讲一个Python Python变成这个事情呢 其实非常神奇的一点 所有没有学过Python的人 都会觉得这种技术非常神奇 比如说B站 合同学用它来控制这个树莓范 然后智慧军呢 用它来控制这个机械臂 还有那个吹同学用它来轻动一些AI的程序 都感觉它用的更方便 就是说不贵的人觉得它很神秘 但是会的呢 每个人都能够说这个技术 所以其实很简单 在自学这个Python的时候 我觉得其中有一点特别特别重要 就是千万别学多了 所以我问老师他在前面 其实他加了一个性地理 他加了一个性地理 就是例如说 有一些培训机构 他卖这个Python课嘛 就把一门课做得非常的垄长 因为水市场的话 这样才能卖课才能赚钱嘛 对吧 正确的学法给大家说一个小例子 大家可能就能赚钱 刚上研究生的时候 然后我是灭了一个 就是浙大计算机的科班出身的一个朋友 然后我就去问他说 怎么学一个Python 然后那个同学丢了一本书给我 他说你把它一看四个小时一个效果就学会了 但是听想这也太重要的话 这么神奇的技术 难够四个小时就能学会吗 但是后面我自己学一下 后面自己用一下 所以我感觉四个小时不能再多 再多的话就受不了 是这样的 不是说这么技术 就是说你四个小时一定能精通这些东西 但是四个小时你可能只能把这两部分 大概是一点点 但是其实这一点点就已经够了 因为你在以后用的当中呢 你应该是不会什么的时候 在去查什么 然后你在那个项目当中 你才能真正的学会 就说你即使把这八十个小时和耐心的全部看完 其实你到真正利用的时候 你该不会还是不会 我就得说学了白姐就卷了白姐 就这么给一成 更多的当中 你应该要去项目和实战当中去学 然后不断地反复去练习一样 才能真正的去找到 那一点大概是多久呢 大概就是我说的 这个四个小时到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不能再多了 就大概是这样 因为在你自学的时间过手呢 其实你的耐心啊 你的一些耐力啊 你的坚持啊 这个也就不会罔灭了 你以后就不会再用任何的兴趣 就进入那个行者模式 嗯 我当时是看那个 一个叫六学通Python的 还有一个网站 我就跟那个网站 把他那个 一些例子要重看了一遍 然后另一个呢 是预期跟大体有一个Python的课 在那个B站上 我再给我反正面接的 都附在这下面 其实就是大概 跟那些经典的资料 大家要看一个 最多宇宙时间 就要把这个基础去获了 就获了 获了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去 那么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聊一聊人工智能 在这个创作方向上的应用 向大家介绍一款AI写作的高效免费工具 蜜塔写作猫 它有三大功能 中英文纠错 改写和获取网络内容 可以助力我们的这个论文写作 比如我们可以用改写功能 进行这个论设 大家经常看我这个BB空间 说就像在看这个残男剧 那我们来看下它这个改写内容 能不能让我们的话更合理一些 它改写成了这个女人 离不开男人 正如鱼儿 离不开自行车 就是你看它做了这个同意词的替换 把这个自行车呢 换成了单车 那么这个古文改写呢 它改写成这个女不可无难 犹如鱼不能无车 觉得这个迁移到这个论文场景下 其实还是很好用的 那么我们再来试一下它这个纠错功能 那么这句话说进去 果然和学姐说的这个错误一致 那么除了这个简单的错别字之外呢 它也可以检测这个多字啊少字 还有其他的这种错误类型 那么除了中文呢 大家论文在要写作的时候呢 还需要这个中英文互翻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英文翻译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改的非常好 这只要稍微修改一下 就可以直接拿一张方译来用了 第三呢是这个网页捕捉功能 它可以使用这个插件 来解决这个网页无法复制的问题 例如呢文库就不让我们用 一点一点的打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们用这个密塔的插件 一个文字识别功能 或许你想要的内容 那么更多的场景呢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探索 那么第二点呢 就说到这个 这个机器学习和生物学习的基础 我们经常说这个什么 呃 人工智能啊 就是AI啊 和这个模型的内容 跟人工智能啊 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啊 都非常经典的 就是说 那个AI可能是最大的 模型的内容是二级的 新的内容是三级的 意思就是说 人工智能是最大的 光是那个计算机啊 还有计算机的人在学 可能还会有一些什么 搞哲学啊 搞神经科学啊 什么它各种都可以 涵盖在人工智能的旗下 因为这个生物学习呢 就是进了什么来 因为神秘网络 算机和数据的一些发展 导致这个领域蓬勃发展 然后旗下呢 可能会对应的一些 下延任务 比如说我们经常听说的 什么计算机识局啊 什么的 什么自然远数理啊 这就意味着 其实这些领域 它 它砍在一个特别的角色 如果你每个都想去 接触呢 每个都想去 拿来学金来的话 其实就意味着 你没有一门 可以学金 可以有真正的进步 就像我前面说的 就是说你只是学了 孩子的那些钱都要爬 什么的 你不去在你的科研 或者有个项目当中 去应用 其实你就等于学了 你白学 就等于没学 其实这个 这个东西也是 非常的可怕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 前面也要加 就是这个 艺顶 就是你要加那个艺顶 就是 就是 只能拉一点点 不能拉多 就是这个东西 如果一旦搞成很多的话 就是 就是你根本就搞不懂 就是 就是 我觉得是我自己是 没有一次性全力白过 然后就 要不断地去学 就是 就是他这个 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就是那个 陶泽轩老师他在讲数学的时候 他给了一张图 大概是 大概是 吸引数学的支持 就比如说我们小学 小学型的数学 就是那个 三更多当的 一个小间间 大学 星期大数啊 高数啊 全部的加点 可能你学到这里的时候 大概只能看到 三的 一个上面的部分 但是你越随之后 越随之后 你到下面的时候 你才能看清楚 整个这个数学的全貌 其实 其实这个统计 这些学习 它也是类似的 因为它本身 它就是要统计嘛 就是 就是一种数学 然后 你 其实你可能看到一个 什么数据学习 其实它算好 它可能只是 就三间 然后你要懂的 它基础的 这个全貌的话 你要学下 就各种各样的数 就给大家上 一张那个 数学生涵 所以这个 这个自学的时候 特别要注意 就是说你 不要吃下去 一次性就能把它搞不懂 你可能每次只能懂 一点点 但是你要全方往复的话 每次都有新发现 每次都有新感 大概是这样 然后 这个自学 机学习讲完 自学生度学习 就是什么的 自学生度学习 这个问题就比较 曲奇 所以那个生度学习 它其实也有 不同的入门方式 也有不同的门派 像什么武当 少林 俄眉 甚至还有一些 魔教 各种东南 比如说 非常吃 数学基础 你就从少林 稳扎稳打 这种感觉 比如说像盖刀 这种就是 纯实诞识 你计算自己的人 他学的 他说 我什么都不管 我直接用代码 去实现某种算法 然后 或者来实现某种 能工智能的功能 然后 反正我能把它调通 那我就觉得 你能找我懂一些 就试一些 当然这也是一种 入门的方法 像非常著名的 FIRST AI 跟创始人 他们基本上 就靠这一套 去教学 就是说 我什么都不管 我现在说 我一些项目 把真正的能工智能 输入 给它调通来 当你自己有 这种成就感之后 然后去觉得 所以他这个有点降 就是说 直接上一个实战 这也是一种学法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说实战 和理论相结合 就是像我们 研究生课堂那种 可能一学期二十周 然后你继续领约 也做项目 这种有点像 就是什么武当派 反正就是 实战理论相结合 这种学法 关键有一点就是说 要学得快点 就不要那么慢 因为这一门和这一门 其实非常类似 就是有个特点 就是说 它涵盖的面特别广 所以说 如果那奥 你这也给的特别好 就是说 你要非常快的 从第一第二点 过渡到第三点去 然后再继续 准备事件上面 要带足够长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 这是给所有要部门 这个AI的研究成 最好的一个经验 就是说 你这个可能只能 花一周不到的时间 这个可能最多 也只能花一十月七 这样的时间来讲进去 所以学校之后 你要更快的 进入到自己的 研究状态上去 研究兴趣呢 我可以给大家讲一下 我是怎么发现 我的研究兴趣 就我自己在小孩的时候 我发现 就是小孩有一个 跟他好玩的特点 你叫他 他会认这个 猫猫狗狗之后 他就能认识 你给他一个 卡通的动漫猫狗 他就能认识 然后后来 我在想说 人工智能 他认识了 这个真的猫狗 他能不能认识 一个动漫猫狗 后来慢慢的 去做一些调研之后 就说 原来这个东西叫 迁移学习 我就凭着我自己的 一些想法 去看看 他到底在人工智能里面 是教授知识的 所以有些事情 玩到之后 基本上就是靠 靠平衡很厚的 能引导 自己在 你就是读文章 然后在 写单网 然后玩了之后 你看了这么多之后 你就自己 当他人家写点东西 然后在 尝试一些发表 找人帮你干 然后这个 最有点像是 歌二八动语 在前面的鞋子 反正你只能占你 占你 除了生涯的百分之二十 你要正快进入到 这个种人 即使你这样做 尤其处说 你能够上班 你研究生 有效 有效工作时间 百分之八十 这样一定很难的 保证自己的层数 这是我自己原来 整个的一些弯路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自己的基础不老 我觉得中国海南 学生基础 就完全够我来学 所以我们生活 没有地步在那里 然后更关键的是 你要到 项目当中去待 到你自己的研究方向上 去待足够长的时间 才可能会有才能够 这照片是你吗 是我 是吗 是啊 那时候我还很瘦 这就不是你 你说他不是我 不是 我说他也不是我 这根本就不是我 他说这就是你 没法就把它贴着了 是这样 哦什么呀 这这明明是我 有没有被笑到 我还记得三点 然后 就是自己觉得无聊 我很喜欢你的家 我还能让子弹飞 然后 每天晚上睡觉 之前都在地上那边看 然后 我就想到说 那我的自己模法很短 其实也算流感了吧 就是 其实我感觉现在 就大家那种专业 因为我们 招建的时候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是机械 什么是计算机 什么是电子 然后就后面一起 没有就学了 然后学了之后 别人给了你一张证 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说这个就是你 然后 你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 没办法 就把你贴在这 然后你就写在简厅上 然后你就得出去找工作 然后就莫名其妙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怎么说 在大学也好 研究生也好 甚至说到了博士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搞清楚 你自己到底是谁 就 其实我自己 真的你想明白 就是我原来 我姑姑给我买一台 苹果电脑 我那台苹果电脑 是我姑姑送给我的 然后 他送过之后呢 我拿他去参加了很多 创业比赛 去实习什么的 就我自己还做得挺开心的 然后也蛮有成就感的 但是我总是在想 我说 他给了我一台这么贵的电脑 然后他本来是希望我是做一个 因为我硕士做的是自相机嘛 然后我总是想到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他去写代码 然后我就想到 那既然有机会说 他说进一步学习的话 那就读个自相机 接着生路读一下 然后有天读的时候呢 我就去跟他说 我说我高兴身上的 这个自相机的博士 终于也用我的电脑 来做一点正事了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 我看你上课的做得不错 你怎么不继续做 然后他就想 我说是做得不错 但是可能 就觉得 就觉得 社会上好像就跟我说 这个是你 然后我说这个不是我 然后他又告诉我 他说这个是你 然后 呃 就变得很没有组件的 对 其实你看我从小到大的话 我是属于很自由的 宽松环境长大 没有告诉我说 你应该怎么样 不应该怎么样 结果我还是 有些方面还是失去了组件 嗯 就很难坚持一些东西吧 可能跟性格有关系 嗯 所以说一个很搞笑 就录了刚才那一段 那既然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除了搞笑 除了讲现象之外 那肯定也要讲一讲 就是说 我这三年代到底有什么感受 当然就是有感无法 没有什么带桌准备 第一个呢就是 对于功课的学长 真的就是 你很能换一方向 就我记得 我研一的时候 就因为当时要选导师嘛 然后当时就找了 就找了 就找了无信息学部的一个老师 然后他就说到 他说 你做一个功课生的话 你不可能经常就换一方向的 因为功课生是 你是需要试错的 就即使给了你一个 很好的题目 然后你是在一个 概率的空间里面 在一个很好的概率空间里 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运气很好 你选的方向很对 但是你也是需要 那么半年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的时间去 把这个课题给它做完 像我那篇文章 从做到发出来 这已经是一路非常顺利 你就没有遇到任何的挫折 因为运动上有的老师 各种各种的指点 然后完了之后 这么说 你也是花了 将近一年的时间 那更不要说 你如果有一两次试错的话 你就根本不可能说 在很快的时间 把一个功课的方向给做出来 但你经常换一方向 就会导致你 任何方向都是从你开始 所以就是我觉得 如果说 功课研究生读研的话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学好的方向之后 你很难变 真的很难变 就是 你最好是选好的 就不要变 那即使你要变的话 你变了这个方向 你就不要再变了 要不然的话 你真的会 一个是你会失去自己的 专业方向 你会活得很痛苦 另一个呢 你也会 丧失你自己的专业性 其实我本来不想说的 因为实在是 过于一些现实和残酷 就是我一路从本科 然后知道研究生 然后就从 普通的译本 然后学机械的 然后考研到了 那个清华的计算机 可以说就是 就是从一个 就是比较一般的专业吧 然后考到一个 比较热门的专业 然后在博士的话 又在这个方向上 继续在往前走 了一点 一路上看到一些东西 就真的觉得 无力改变 就是四个正常 就是 嗯 就 我有几个例子 其实说具体 比如说 你进研究生的时候 你的水平 就决定了 你能选择好的老师 对吧 然后 你能选择好的老师呢 就意味着 嗯 你会不会有一个很好的 科研的环境 然后包括你能不能做到 能不能做出很好的成果 这当然就是 一环一后一环的嘛 嗯 嗯 只有很少数人 就是说他真的是 就脱胎换果 他吃了 他真的变成了一个 不一样的 他自己 他真的能够逃脱出 他原来的 那个 阶段 然后他能有 他才能做出更好的成果 这么说 就是 如果你要用阶级来理解 就是说 你生下的时候 你做不到 这个 法拉利 那你这辈子 能做到的概率 就很小 那你真正要能做到 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你真的是 脱胎换果 你变成了一个 不一样的自己 所以这个话 说起来就真的就很残酷 对不对 就 我相信就算 就因为有考研的同学 都是有改变自己的梦想 你们就会发现 在改变自己的道路上 其实是多么的困难 就 嗯 这是负面的一点啊 但是正面的一点啊 就是说 我一路走来也看到了很多 包括像我自己啊 包括像学姐啊 就你说 学姐的时候不是说 他所有人的那些小微同学中 可能 只有他一个人读到的博士 就是 就是有那么多人都 呃 就是 在改变自己的这条道路上 毕竟有坚持到最后 或者说就放弃了 什么的 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 就是 一直在坚持不懈的努力的 就所以说 这是 这是一个速度的两年纪 就是 你要改变自己 你要做出 呃 成就 你要取得好的成绩 很难 真的很难 就是 就是 你本来是什么样的话 你可能多少年之后 你还是 就类似于那样 但是呢 你可以改变自己 但是就是 你要做好 这种脱胎换腹 变成一个 不一样你自己的 那个准备 所以这就是我一路走来 呃 看到的吧 也是包括自己感受到的 那么第三点啊 就是大家经常会问的 就说 啊你从这个 一个东西本啊 到最85啊 到什么这个 清北top2啊 会不会有自卑的现象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事情 还是要跟明星来讲 就第一方面呢 一方面呢 是我自己本身 是一个很自负的人 就是我总是觉得 我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包括像我原来 为什么我在 我本身的时候 我要考研究生 其实我一直没跟大家讲过 就是 就是很多互联网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 就业的时候 互联网大厂 然后的话 就包括像华为这种 他现在还是 依然是这样的 就是他不会说 去普通学校招联网 其实普通学校 你想投一些比较好的岗位的话 他也是不会看你的 简历的嘛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就张悦峰说的 他说 500条文的企业 他不会说 我不要V985的学生 但是 但是他不会到那些 V985的学校去招聘 这就很现实 这个对吧 但是我当时就想 就是说 我觉得我不比任何 这些人差 所以 他们能进去 我就要也进去 然后 但是我知道 我就拿了我的简历去投了 我大学里面 支持我表现得很优秀 但是就 就很小概率 勇进嘛 我就不爽这种 被歧视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就说 那我就要考一个 最好的研究生 然后我就考到 考到之后 确实 我的简历 就再也没有被 之前我想去的那些公司 给拒过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进步 就是说 我从来不会在这些方面 不自信 但是呢 你说自卑 觉得不如其他同学 我虽然没有真心的这样子 会感觉 但是 我觉得是不得不承认差距的 就是 我身边做的 就是我才读到博士 我身边做的 清华的 自动化的本科 物理的本科 数学的本科 还包括像五大的 数学系 我觉得 大家的 数理基础 英语水平 还包括像 就虚实能力 我觉得 确实比我强很多 我觉得这是 不得不承认的 就是人家 从小到小 就是这样 就是你可以不服气 但是人家就比你强 这是我想讲的第三点 就是 我虽然不会自卑 但是我确实承认 跟他们有差距 但是也还在 就在问问的 追选当中吧 然后 从成绩方 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我 不是跟大家差很多 对 但是从基础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确实有差距 我老师莫属 我老师 对我特别好 我才是这个老师 然后可能想跟我一些话 我觉得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说 清华北大里面 Top5的 就是就有清华北大 最前面的 百分之五的人 他跟清华北大 里面的其他的 不一样 他们之间有一段差距 然后 清华北大的 普通的同学 和 就和普通学校的一些组织 他们之间有差距 然后 就是普通 就是学校里面有一段差距 学校之外有一段差距 可能学校里面的差距 比学校外面的差距很大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 即使我从 一本考到的 一个清华的 教好的专业啊 这样子 但是 可能 我将来要往前 再走的那段距离 就是更能走的 而且是更远的 就可能有很多的 也就是基础 可能就是天赋 像学数学学 也就是基础的天赋 对 大概是这样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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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还是要勤奋努力 当然 所有人都很勤奋努力 这里的每个人都不是想 过来当混子的 对吧 就每个人 每个人考验的时候 都不是想去当混子 这三点的话 我可以说 是我这三年以来 感受最深的吧 我觉得我都 实话实说的 跟大家讲 也没有估计好和不好 就是 大家如果觉得 也对自己的思考啊 成长 有帮助的话 就记得给我们一键三点 然后 我们将来再讲这个 理由科的读研感受 第二期 好吧 谢谢大家 然后学姐呢 每次就是 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不懂 我不想了解 所以我就不想听 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也一开始很反感 后面我们会反省 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 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 它的一个切面 我们看不到 它是分实的一个状态 哈喽大家好 然后今天我拉学姐 哈喽大家好 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就是老蒋 瑞平 猴翠翠 这个尾夏成这个事情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 猴翠翠摆大之后呢 有个分析区的UP主 老蒋 他就做了一些这个视频 来讲说 这个 猴翠翠和风哥 是不是尾夏成 然后 猴翠翠呢 就做了一期视频来回应 就是说他不想别人 这样分析它 然后把他这个推到风头那边上 第三阶段呢 就是老蒋 开了一个直播 然后猴翠翠呢 就来连麦嘛 然后同时呢 风哥还有很多百万的UP组呢 都过来这个分享自己的看法 是死称B站春晚 第四阶段呢 就是有很多这个直播的切片啊 直播的录像 在B站上传播了 很多人出来评价 然后呢 今天是我觉得 我和学姐的性格 我非常像老蒋 然后学姐呢 非常像这个猴翠翠的性格 然后我们俩这个成长的 猴翠翠的姐姐 然后我们这个成长环境也是很像 就是我自己是 我发现是这个县程 比较早的这个计算机的大学生 然后后来呢 我们家又开了这个打印店 然后这次呢 我看到我们家还有这个iPhone4S的盒子 就是我们是 我是比较早接触到互联网移动 互联网的一代 而且呢我像老蒋一样 我非常喜欢对一些事情 进行分析和评价 那学姐呢 学长的成长环境讲一下 来 我就是在村里 大家看我的环境就是在村里 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农村 然后上高中的时候才去城市里面 去市里开眼界第一次 对所以呢 我觉得那个直播当中 他们讨论那些话题 可能对我们俩也会有些自己想法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说 世界是不是公平 我觉得我和你的答案 就肯定就不一样 那第二个呢 就是说赚了钱之后呢 这个人是不是就会变了 是不是就会变成尾下层 而第三个呢就是 侯翠翠为什么如此的成功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 就有很多评论说 这个侯翠翠非常容易激动 非常容易这个片面和自我 你是怎么看的 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就开始 首先来讲一下世界是不是公平 其实他们在直播当中 其实我能感觉到 就是老蒋一直在说 就是说阶级啊 差异啊这些东西 侯翠翠一直说的 就是说全国农村都一样 然后互联网时代呢 其实城市和农村 差距没有那么大 然后大家都是平等的 他觉得他跟他的粉丝是平等的 没有说什么 什么上层下层这样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和学姐 差异非常大的一些地方 我觉得我 我我我我本身是不相信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就所以我会留意 很多这种不公平的现象 这些差异什么的 我我就是觉得这种农村 就是过得很苦 然后这个北上的这些公子小姐 就是非常 六当又立 六当又立 六当又立那种感觉 然后我会去 关注这个外部 环境的趋势的变化 就我会非常好奇 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非常好奇 非常的愤青 甚至有一点悲观 这是我表现出来的 但我觉得学姐 就完全不是 我觉得 我觉得我和学长 有一个很大的分歧 就是他经常跟我聊 很多不公平的现象 经常跟我说 你看新闻怎么怎么样 然后经常跟我聊说 就是钱不是奋斗出来的 他觉得有的时候有很多时机 然后有很多投机的人 踩中踩中了什么样的机会 就赚到钱了 但是他跟我讲这些 我每次都比较反感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要关注那个 我觉得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不行吗 我觉得 对他非常爱分析 包括这次视频 都是他拉着我说 我们来分析分析 然后我纯属工具人配合一些 对你看 大家看学姐刚才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过好自己了不就行吗 这也是侯师傅 昨天在直播当中 最常讲的一句话 他说我什么都没做 我只是做好了我自己 所以学姐她们这种人生态度 她们是比较相信说 这个世界是公平的 然后她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所以她不会去扭异 她甚至都听到 她都当没听到一样 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她表现出来的就是 非常专注 非常平和 非常乐观的一个人生态度 对 所以 我也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说我听到 就当没听到吧 我觉得是我们听到了 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因为感觉 就是我觉得没有办法去改变 所以我觉得我得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 我才能顾得上别人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你 你可能出生在农村里 然后你会感觉说 这就是我的 这是我的主场 这是我的命运 我没有说 对这个人会有什么觉得不公的 对吧 对就没有那么多埋怨 就觉得 就我身在那 那能怎么办 那就是 就利用自己已有的东西 慢慢去奋斗 大约是这样想的吧 对 所以我就是总结一下 所以第一个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叫 让我想的一句话 就叫悲观者正确 这个乐观者成功 就像我和老蒋家 我可以去分析 分析很多 我是可以把它 也许说的就是对的 对吧 但说对的这个事情又怎么样 但学姐和何翠翠 其实是非常乐观 非常行动派的一个人 他们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然后做得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 猴翠翠是很成功的 他做到很快的破百万粉丝 然后又是摆大UP组 所以我觉得 这两种人生态度 没有什么好和不好 就是说 让我联想到的那一句话 那然后再第二个问题 就是老蒋说 赚了钱之后 就会变成这个尾下层 就是说那 猴师傅赚了钱之后 会不会变呢 我先讲我的看法 我觉得他这个 赚钱之后 我觉得他不会变 猴翠翠直播当中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他一直想做视频赚钱 是因为他感觉上面很空 他这句话意思 好像就是说他赚多少钱 那感觉是没有什么安全感 而老蒋讲了一个东西 老蒋说博主赚了钱之后 就会大手大脚 因为他这个钱 广告费是一比一比来的 他不是像这种上班这样 一天一天这样干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也是我和学姐非常像的一点 要不你讲一下你的消费观念 就是你有钱的时候 你觉得你会不会变 我觉得 我觉得你讲安全感 我还挺有共鸣的 就是我的确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我赚到了钱 我也不敢花 因为我总觉得 万一我以后发生什么意外事故了呢 万一我就是觉得 因为对 就是没有安全感 就是觉得万一我以后怎么样了呢 所以我赚了钱也没有怎么变 我的钱都存起来了 都想着我要存钱买房 我觉得大城市的房价那么贵 我正在 我要存钱买房 所以我也没有去乱花 我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比较少 对大家如果有去看胡师傅的直播 就是他讲的话跟学姐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他会 我觉得他们就是 可能是因为从小成长的环境 就是说没有家庭 或者是没有家庭去给他去托底 他们是非常努力的得到现在粉丝的喜欢 所以他们会非常小心翼翼 而且他们不会去 就是说去大而消费这样 而这个现象在我自己身边的亲戚 我也看到就是我的大舅呢 他在深圳有两套房 然后晚上说也是这个上千万的身家 但是他们今年一家过年的衣服 都还是四年前穿的那个 所以就是说有没有钱和他这个本质会不会变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码事 我从他们身上看到 我觉得其实他们就没有变 他们一直就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消费官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原生家庭的关系 就是你出生在什么环境下 你出生的时候 你父母没有给你留很多东西 你就不敢乱花钱 然后这个东西很难一时间就改变 你通过赚钱一下子改变 我觉得还挺难的 所以我觉得就学姐 他们这个学姐和翠翠 他们这个群体是非常自洽的一个群体 他们是非常能够接受住财富考验的一个群体 还包括像我们家现在所有的钱 我都是交给学姐在管 所以我觉得非常安心 对是这样 就是我自己平时要乱花钱什么 还得去打申请 我觉得这样有利于家庭发展 不过这个说偏了 所以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 我觉得就是侯师傅这样 他赚了钱之后 他也不是尾下身 他就是他们同等阶级的 他就是非常逻辑自洽的一个群体 第三个是来聊一下 侯翠翠为什么这么成功 我觉得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受众 从侯翠翠本身的能力 然后包括像B站的助推来聊过 我这边补充一个视角 就是我的视角 就是大家经常说 有什么公司在助推 有什么神秘力量 我个人是非常相信侯翠翠他说的 他是没有公司的 但是他背后的神秘力量 我觉得是有的 这个神秘力量就是这个B站 他本身的这个推流和助推 但是B站他本身这个推流和助推 其实是他自身的需要 就是像侯翠翠 王芳芳 这些导臣up主 能够做起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 是时代的趋势和B站选择了他们 然后他们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这个穿梭者和表达者 那为什么这个流量会助推他 其实就要说到侯翠翠发展的时间点 和这个B站发展的时间点 B站现在这个用户的增速 在一二线城市其实已经鉴定 他要去维持他的这个用户的增长 他必须要去往这个县城和乡村去扩展 但是B站他本身是这个创作者和观众的 身份贴合非常紧密的一个地方 那他本身的一些这个支持区和生活区的内容 是非常小支的 可以说我们老家的一些亲戚朋友 他们并不爱看 说严重一点 他们其实看到都烦这种内容 对吧 那自然就要鼓励像侯翠翠这样的小城市的 明星人来多创造一些 就是他们喜欢的内容 那自然就要给就是说更多的普通人这种成功的可能性 然后大家才会去更多去生产这样的内容 侯翠翠就有点像这个千金买马骨 就买来的那个马骨的这种示范作用 运来天地接同地运去英雄不自由 就是说个人努力和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在侯翠翠这个案例里是两方面都有 我觉得一个就是学长说的 我觉得B站在扶持这种三龙up主 就接地气的up主 我觉得另一个就是 我觉得说到他团不团队的这个事情 就是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因为公司如果即使他有公司 他的工作分配到下面也是一个个的人 那这一个个的人 他们做的工作只做了一小部分 然后如果他给一个脚本或者选题 就能够让这个人成为百搭的话 他自己也有能力去做 所以我其实觉得团队公司的力量是有限的 不管他有没有团队 大概99%或者甚至都是个人的力量 对团队的力量是有限的 所以我和学姐的认知在这方面是统一的 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的 所以大家并不要神 不要去神话说什么MCN机构 网红公司 因为他们背后 其实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他们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说助推像风哥 像猴叔叔这样这样的 这么大能量的一个up主 对所以风哥背后有团队吗 应该肯定没有吧 不知道吧 可能剪辑会有一些小助手 但是我觉得那个 那个不是大家说的那种团队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公司并没有用 这个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和社会的需求 我觉得是这个决定的 对对对对 最后一点就聊一下说 大家评论说猴翠翠就说比较自我 比较片面比较容易激动 和老蒋相比起来 就是老蒋比较这个理性公益客观这种感觉 但猴翠翠比较激动 我和学姐的相处起来也是这样 就是我每次遇到事情 就是我是表现的好像很理性很爱分析 非常的讲道理的 对对对对 遇到事情都能分析 就吃饭的时候 就大家知道就吃中饭的时候 我有一次跟学长说 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学长 聊什么生活上的事情 每天都在跟我分析互联网现象 对然后学姐呢 每次就是我不知道 我不关心 我不懂我不经常了解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我后来觉得他这种 他这种态度呢 其实也蛮对的 其实没有什么对错 只是一种只是一种态度而已 但是这样对比起来看 就显得我好像我这个人认知很高 然后我好像很认真分析 然后学姐呢 好像就有米不进 什么都听不进去的这种感觉 但是观察久了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 其实爱分析的人 他其实是在自嗨 他是我讨好 而像学姐啊 像侯碎这些这种 他这种非常自洽的人 他其实是不需要什么 外部的逻辑去支撑他的 他自己是非常自洽的一群人 从结果上来看 其实是我的分析呢 这些东西呢 往往都是不太对的 而学姐呢 她按照她自己的想法 去过生活过日子 反而过得很好 所以你看最直观的就是 学姐啊 河河吹吹的粉丝啊 视频啊都做得非常好 那不用分析 不用分析来 不用分析来分析去 不用合了合了逻辑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非常自洽的个体 我觉得学长讲的也 也不是全对吧 因为他都否定了 他自己分析的作用 但其实我还 因为我跟学长谈恋爱 一直到现在 我都很欣赏他会分析 因为就是他每次跟我分析来分析去 我都很烦 因为我觉得 你分析了又怎么样呢 但是其实就是 当时我是很 就是产米不进 油盐不听的 对各种都不听 但是事后 其实我经常反思 哎 我觉得哪一点他讲的很有道理 只不过我没有跟他讲而已 所以并不是说 纯自嗨 就是也并不是说他讲的都不对 只是就是当下你好像打破了我自己建构的那个因果关系 我觉得是努力有收获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来告诉我 不对不对 这个任何的事情它都有时机的 你应该踩这个时机 那个时机 然后我就觉得 那我就不努力了吗 那我还是要靠努力啊 所以我就不想听你的那套逻辑体系 因为如果我一旦我接受 我就要去说 我要去想我怎么样踩时机 我怎么趁热点 我要做什么样的选题 讨好我的观众 不听你的 我就想说 那我做我自己的 那总有人会喜欢我 然后我就做我自己的那一套 但是其实这个整个事情过后呢 我又会觉得 他讲到有几点 可能会有一些道理 其实也是有听进去的 那我就多分析几句啊 就是说学姐和胡春瑞他们本质上 是一个非常专注于自我的的 比如说学姐在B站做了有两三年了 她现在做到50万粉丝 她基本上就从来不关心其他播主 然后从来也没有想过说 对 融入哪个圈子 她只是想做 她只是想做她的事情 对对对对 就这个地方我想插播一下 就是我原来我的B站的关注列表里面 是几乎没有关注任何人的 但是学长呢 他就很爱跟我分析 每天跟我分析 然后我觉得他关注了两千多个人 然后我就觉得 关注了两千多个人 买了一个一个大盘回来 对然后我就觉得 我是不是应该学习他 所以虽然他跟我分析了我不听 但事后呢 他跟我分析之后 我就会把他说的一些人关注起来 但说实话 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的视频 我只是说我得听 我说我只是一个习惯 我说那我关注了吧 但我真的就几乎不看别人的视频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大的一种差异 然后 然后那就说到结果 就说像学姐这种 他们非常专注于自我的人 他就会有一个表现 你如果去挑战他 你如果去质疑他 他就会生气 他会非常反感 他情绪会非常激动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 我觉得我已经收了很多了 我之前就更反感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收了一点点 对因为像学姐和侯出去这种 他本身逻辑自洽 然后我和老蒋呢 像拿着另一个这个坐标系 另一个三观 什么商业也好啊 阶级也好啊 在分析标准呢 来跟他们说阶级啊 说下层啊 说商业啊这些东西 他们本身就有一套这个自洽的价值观 然后你要去给他塞入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 他们本身就表现出现就很难 就有点像被误解的那种感觉 就非常激动 对 我还是觉得我又想到这个 我觉得这个是跟人的成长背景一样的 我不是特别了解侯出去 但我觉得他可能是和我一样 就从小在小地方成长 然后这个小地方呢 你因为我们不够聪明 我们没有办法通过投机取得一些东西 如果你的父母是可以用投机或者说采集 就是那种很聪明 用别的方式来能够获得成功的话 他们也不会在农村在小地方 所以父母传递给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你focus你自己的生活 因为你关心别人没有用 你只有关心自己的生活 就一步一步去做 然后才能够做出成就 做出一点东西 所以我们可能 我觉得还是就说 是不是地理决定论 还是说原生家庭环境决定论 这种成长环境决定论 就是比如说像我要讲 我们可能看了很多 就是说时代趋势啊 这些什么房价 这些东西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这样子 然后你们从小在这种 对对对 而且这个事情 让我想到一个事情 就我们这次回湖北农村吧 然后我小哥 我学长跟我一起回来了 然后我看到我哥哥他们的房价 我就说我好幸福 过得好舒服 然后我 然后学长就跟我说 他说五六千 在市中心就可以买 买买一瓶 对就五六千 而且对 黑套怎么的都很齐全 然后学姐 学姐表现出来的 就是说非常高兴 哇这个地方非常的宜居 对然后学长他就说 完了 学长就说完了这个地方 他说 他说你把你讲的讲一遍 我都忘记了 我就说完了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们买的那里 那别人房价都已经放了三倍 两倍三倍 他们那个地方的房价可能十年 就涨了一点点 那时候才涨了五六千 那就没什么用 对吧 对学长当时就说 都是两个角度 我觉得 对当时学长他就说了一句 他说便宜有什么用 我说为什么没有 他说那你 他说你觉得你哥哥买了房 是希望他的房价涨 还是希望他跌的 然后我就说 还有这个视角吗 因为我一开始想便宜多好 大家都觉得房价很高 觉得很痛苦 然后学长就会说 你觉得他们真的 你觉得他们希望涨还是高 他当时就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当时就说 还有这个想 还有这个角度吗 对对就是说你买之前 你肯定说 哎这个地方非常好 买了就非常宜居 但当你买之后 你比如说你有两套的时候 你肯定希望另一套 说你还给我翻一辈子 这个就是想法的改变 对两个人不一样 然后那就那总结一下就是说 我觉得就是老蒋和和我呢 虽然能把一个事情说的 非常这个条理清晰啊 非常逻辑明确 但是我们永远就是说只能做分析的人 他只能看到一个 比如说这是一个三维的苹果 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个切面 我们看不到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状态 而学姐和猴翠翠他们真正在做事情的人 他们其实是能感受到这个 这是一个立体的苹果的 他们能感受到方方面面的东西 因为他逻辑自强 而做分析的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想说呢就是说 猴翠翠看似比较片面比较自我 反而是他是这个真实和全面的 而我和老蒋的分析呢 商业的分析 反而是这种虚假和片面的 即使你看到说这个切面很漂亮 这个切面很合逻辑 但其实他不是真实的 我想讲的是这个 我觉得学长这是他的看法 我觉得也不 反正我还是挺欣赏学长的 就是我和猴翠翠这种人就是 该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对你们这种人是欣赏的 因为我觉得你们很聪明 会去分析你 因为我们不会去分析 你们分析 不要分析到我们的头上 因为我觉得你们 因为你们一段分析我们 就好像是一股外力想要 不是挑战我们 你们有一种 也许你们没有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你们在分析我们的时候 就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你们想让我们改变 但是改变是很痛苦的 然后我们不想改变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 但学长每次分析我的时候 因为学长分析完 他就会跟我说 B站的这个选题值得做 或者我们是不是要尝试这个 然后我在我自己的赛道上正在跑步 然后我已经看到 我觉得我在自己的赛道上 跑得很舒服 然后学长就会跟我说 学长曾经跟我说 他说B站要发展哪些哪些区 这些区非常有前景 你要不要尝试做这个区 然后我就会觉得 就是因为你在跟我分析嘛 你分析了我就会觉得你想让我改变 但让人改变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我猜我不知道侯崔子怎么想 但是我猜 他为什么有一点反感别人去分析他 他不是真的讨厌说你去分析这个事情 你当然可以有你的角度 但你们的分析好像有一点 希望我去改变我自己 但改变是很痛苦的 因为他已经在他这个地方做得很舒适了 然后有一百多万粉丝喜欢他 然后你现在希望他去改变 他觉得很痛苦 我猜是这样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 接下来就是我觉得学姐就说 就是当下他会有点反感 但他其实事后想来的话 老蒋的分析可能对他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是这样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我也一开始很反感 但后面我们会 后面我们会反省 但最终我们很难改变 其实说起来其实我们虽然有差异 但是我们始终是一个这个 战友和这个敌对的关系 是互相帮助的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互相帮助的我觉得 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我总结一下 就是今天我和学姐 从这个自身聊了一下 这个侯崔崔和老蒋 那样之间的差异 我觉得我们长期 我和学姐这个长期 这种差异的相处下来 我觉得我们俩是 处于这种互相欣赏的 那种状态的 他会觉得就是我 能分析这些东西好像比较厉害 但是我会实际上觉得 我觉得说学姐能把事情做成这一点 他更厉害 所以大致实际上 那我们俩像 日常生活相处起来 我觉得是互相欣赏 然后是比较愉快的两个人 对对对 然后如果大家 喜欢我们这样的一个对聊视频 我们后面也会出一期的就是 关于马都宫 这个社会化抚养的问题 聊一聊我们 您性能对这种婚育和养育孩子的看法 我就是觉得大家应该多多给三连 因为学长特别爱分析 然后特别爱讲 他跟我讲我真的很烦 如果大家多多给三连 那他给大家讲吧 让学姐回房子聊 我觉得她那边有风 肯定很冷 快去吧 还可以 拜拜 拜拜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际室 看一下我平时直播学习的地方吧 同学们刚好去吃饭了 我平时会把手机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就这样背对的 就直接到在这里 然后我还拉了一块黑板 就大家平时就只能看到这一面 然后对面是动物园 然后这边经常有时候 下午会有阳光射过来 所以的话就会射到这边 所以这就是我的宫位 还挺舒服的 搞了一台Windows在下面 然后它可以接两个外接的屏幕 然后自己的电脑 有的时候可以接那个大的 然后最近在复习考试 我现在要抽个十多分钟 剪一下上周去看华为的一个视频 然后待会就记在这个的后面吧 一个小的故事 就是我经常会和我的同学讨论 就是说你我会问他们说 你会觉得比如说前20年的 可能是互联网的一个世界 然后你可能知道的这个 可能就是起来了像BAT这样的一些公司 然后的话你如果当时在当时 有幸加入了一些这样的公司的话 你可能你个人的发展职业发展 包括像人生发展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促进吧 然后近10年的可能就是移动互联网 像美团像滴滴像字节跳动 这样移动互联网这一波公司的兴起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在10年前的话 就意识到一个这样的趋势 然后加入一群这样的公司的话 我觉得你个人成就应该会更大 因为比现在来说应该会更大 就像那个狮子王说 You are more than what you have become now 就是你会比你现在应该还要强的多 那我就会问他们说 我说你觉得下一个10年的话 大概是哪个方向 然后我们大家就有人猜说 是不是AI 是不是人工智能 是不是IoT 就是物联网设备 然后我当时就提出一个不同看法 我就觉得说有没有可能是车 我当时就有个想法说 会不会是车这个方向 因为几个秒之后 就当时国内三大造车势力 蔚来小萌滴滴 虽然说都处于濒临破产的边缘 然后到处找融资 但是的话像蔚来的股价的一波暴涨 像国外的特斯拉的股价一直在疯涨 就会让人想到说你看像这样 像这样的一个 无论是说你 就会给人家 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 大家知道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代 我觉得最缺的就是一个想象空间 然后告诉大家说未来的方向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未来会不会是车 因为这个真的有点看不清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原来看微软 可能前十几二十年提出的那个口号 叫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个 让每个人的家庭里都有一台PC电脑 就是一台台式电脑 那每个人家庭里都有一台台式电脑 但是这个愿望的话在当时来看 我觉得就很天荒夜躺 就是每个人要这种计算机在家里干嘛 但是现在光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可能手头上掌握了三到四台这样的计算机 所以的话就真的就是实在的发展 就会让人想不到 包括原来iphone出来的时候的话 我还我就听 所以当时像iphone出来的时候 我就听身边的人说 他说我更愿意使用智能手机 因为觉得按键就更方便 但是现在的实大的发展 但是现在的事实 就是说像诺基亚这样的 这样的按键机已经推出了历史的舞台 老虎移动互联网给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改变 未来的话会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改变大家的生活 进入到每个人的家庭里去 我觉得很有可能就是车 现在大家可能 可能不单单能把它想象成一个 一个就是出行的工具 现在上次开会的时候 像华为华为就有一个副总裁 还是华为车的华为 华为智能车的负责人就提到一句话 他说他可以把车理解为 是一个计算的结点 车壳只是它的外壳 这样来理解我觉得就很有意思 你可以把车理解为 是一个计算的结点 然后他可以现在智能的计算设备 像大家的手机像电脑像所有的这些东西 就变成车等于像是手机等于像是电脑 所以我觉得真的可能在车上 可能未来十年会真的会发生一场 我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一场革命 这是一个要非常有想象力的人 然后去做需要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人 可能去做各种各样的软硬件一体的一个设备 然后去无数的开发者去做各种各样的应用 我觉得正有可能就是开启万亿的 万亿美金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增程 我觉得是今年是21年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未来十年最有希望的一个方向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当然像IoT像AI像边缘计算 像这些我们原来提过就是说可能是未来十年最大的方向的那些点子 他们也都不会差 但是真的有可能说开启进入到改变每个人生活的一个点 我现在看来最有可能的就是车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当然很有可能错 因为预测未来的话 我觉得大概率都是错 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 现在是周日下午的4点多 然后这个星期的周末 刚好是我们学校的110年校庆 也是我们新华深圳研究生院20年的院庆 然后这周刚好华为云在这边搞一个开发者大会 是一年一度的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去看一下 去年我在华为看微软战略的时候 其中有两点印象比较深刻 一个就是他的开发者生态 他的CEO上任之后 把他自己从一家传统的做PCG的一家厂商 再转变为做龚友宁的一家厂商 然后业绩实现了很大的一个增长 在疫情的2020年股价也实现了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后华为其实跟他在开发者生态这一块的话 做的跟他有点相似 我刚才看他那个展板上还写的 就是每一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我觉得无论是像华为还是像百度 还是像我们国内这几家做龚友宁比较大的一个厂商 他们现在都逐渐在注重开发者生态的这一块 另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的合作伙伴 然后就像我身后的这些板位 每一家都是他们的一些合作伙伴 比如说像深信服像优诺科技 他都用他的一些华为云云的产品服务 去做他们的一些解决方案去提供给一些大的客户 然后我们具体去看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这个叫云AI史呢 就我原来没做调研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其实就是可视化他也是一个非常 就应该也是一块非常大的蛋糕 所以会有一家这么个东西在做这个 因为你有些东西就算你做得很好的吧 你如果没有可视化 他用3D的形式表达出来的话 他往往就不能收到客户的钱 所以他们像这种公司的话 政府还有一些2B的一些 他们给一些非常大的定单 比如说他从一些就一些大客户那边 可能一年就会有个好几百万 就是专门做可视化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看到这些写的 他应该就写一些模块 然后可以做到一些产品的可视化 我觉得华为这个公司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公司 就是你在国内你如果听到一些大企业做的一些事情 你只要听到说这个事情的话 你就能猜到这个公司可能是华为做的 就比如说去年我在华为实习的时候 然后他也有讲了 他们就传到一个故事就是说 好像在海外哪个地方发了疫情 然后华为大概也出了一架包机 然后把那个员工都接回来 那当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不用说这个公司是哪一家公司 你就可以猜大概就是华为 因为像国内的话 你看即使像阿里啊 腾讯啊他们这样的公司 他们在海外他们其实业务更不多 他主要还是在国内 然后另一个的话 会像华为说去包一样积极把员工接回来这种事情的话 也就只有华为会做 然后另一个呢就是办这种大型的展会 他会把自己的一些这样的产品展示出来 因为他们的客户的话往往不是像我们这样的个人 他是像一些像一些大企业或者说像政府那样的机构 所以他会做那种大型的展会 面向于突币 所以一般像这种东西的话 就只有一年就是会只有一次这样的机构 所以过来看看的话 可以看到这个叫什么信息产业 一些很新的落地的一些技术或者产品 作词 逛了一圈呢又回到了自己的这个学校 然后华为的这个展会呢 我觉得我有三个意向特别深的点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就是我觉得首先就是真的是特别全 就华为的这个展规呢 就是你可以看到就科技进入到各行各业 然后到每一个方方面面 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呢就有像这个AI家开发者 AI家开源 然后还有AI家这个科技向善 包括说你怎么样用这个数字世界 还有包括像AI的能力去服务 像这种听障人士啊 长障人士啊 就科技向善也是大家就最常提的一个点 然后在他这个展会当中呢 也都提现了 所以就特别的全面 那第一个点 然后第二个点呢 就是像我想起的 就是看微软的那个CEO的那本书 叫纳德拉写的刷新 其中提到的两个点呢 就是说其中提到的三个点 就是你要构建这个公有云的这个生态 从一家这个做设备的厂商 然后转向做云的厂商 大概会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要构建自己的开发者生态 第二个呢 就是构建开源 第三个呢 就是要有自己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华为的展会呢 基本上都体现了这三个点 一个就是开发者 他在他的展牌上就写 就是说每个开发者都了不起 然后也有很多的课程 去引导我们高校的学生 包括像社会上的 所有的技术能源 去转型为他的这个开发者 而第二个呢 就是开源 他有专门的一个掌位去讲 他这个开源做的 大概做的哪些的工作 而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合作伙伴 就他的整个对面的那一条长廊呢 就都是他的这个合作伙伴 来帮他做的一些他的产品服务 还解决方案的一些演示 就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像 深信服务他跟他虽然是有一些方面是性挺 但是但是他也是他的这个头号的合作伙伴 因为他把他摆在了第一个的这个掌位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印象深刻 就是说你的这个2B的这个整个万亿级的市场 你不是一家公司可以可以做完的 然后你要去找自己的这个合作伙伴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个点 然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呢我要整个这个大活 我的这个手机已经用了5年了 才是一颗摄像头 5年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来的吗 所以呢我就给老婆买了一款这个新款的iPhone 这样子呢他就可以把他的手机给我 我呢就可以把我的设备进行一个升级 是不是这个一时二鸟 一键双雕一键三连 那我们把这个新的手机藏在学姐的这个办公桌下 看一下他什么时候能够发现这个秘密 惊喜 婚礼吗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两个男人都尬不着 不好意思我不应该提这么过分的要求 这个东西是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 想一下这个 每年都会更新换代的 手机啊电脑啊 猜猜我把它偷偷放在哪里 这个就在这个作品上猜一下 哎呦学长太幼稚了 真的是太幼稚了 有个意外情况出现 什么意外情况 等我30秒钟 我去拿个东西 30秒钟就到达战场 到我来了 什么 哇 学长已经刚刚偷看到了一个角落 谢谢老婆 等一下吧 观众粉丝们还没看呢 噔噔噔 哇 这个这么大吗 这个应该是16英寸的麦克朗 1T的内存 噔噔噔噔 紫色的是吗 我一下 我一下 好土啊 学长这个 哇 哇 对 学姐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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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我家众最搞笑的开张视频 我们一起把它点亮 哈 哈 哈 它的第一次就这样被你夺走了 你好 我一开始收到新手机 我以为我就是会很平淡 但是我看到这个新手机 还真的蛮开心的 当然 这些东西 这会是三十年的时间 赔你最多的一个手机 因为他心情很激动 感谢各位相亲父老 感谢老婆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一键三连 我们夫妻俩其实很少 有这种送礼物的环节 但是我在开箱的时刻 开快开吧 哎呀我的天 学长是我见过开箱最慢的人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哎呀 哇 这就服了 有点拆礼物的感觉 哎呀我的天 学长真正 好了 你看怎么今天表现得这么粗暴 你平时可不是这样的 有没感觉 十六寸的真的好大 忍忍 你看 他跟我说话 那我天天跟你说话 我没见你这么激动 英语是作为Language 重要以简体中文作为主要的 哎呀好了 简体中文 舍不得用我的天 老婆对我太好了 那你给我用吧 你舍不得用我帮你用 另外呢 也介绍了 昨天电脑介绍的事情提醒一下大家 他的这个电脑的出风口是在这 所以你的水如果撒到这个进口 那会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 可能修一下的话就会要七八千 甚至更贵 所以大家呢 进水之后要做的一件事情 千万千万千万别开机 就是这样 然后拿到电去 不要通电不要开机 拆开了清洗 只要你不通电就没事 你通电就完了 你就是你拆开清洗一下两百块 然后你通个电八千块 八千块 谢谢老婆 哦 你的手机小心掉下去了 我的天呐 我手机小心放冰冰了 谢谢老婆 我的天呐 我今天要做噩梦 别人做三雄 太高兴了太高兴了 非常非常早之前就想有一台 就是16寸的电脑 因为真的就是14寸 那台用的真的很卡 那我非常非常早之前 就真的很想要换一个手机 今天呢就在大家见证之下 开箱了我们的 有史以来最贵的一期视频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日常用的一些 这个生产力工具 登登登登 陈老师开始上课 回答一下大家经常在 频道里给我们的一些提问 比如大家经常问说 学姐坐的椅子是什么样 可以为什么可以那么长时间 让它焊在椅子上 然后学姐用的显示屏是什么 大家可能有这种本丝滤镜 就觉得学姐用的东西都特别好 所以我们今天来主要回答一下 大家的提问 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 也可以在这个弹幕和评论中告诉我们 可以这样高低的可以这样拉 然后虽然它可以这样竖起来 但是学姐 但是学姐从来没有让它这样竖起来过 他这台 我觉得他这台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接线比较简单 他只要把电源线和那个 HDMI线一接 然后学姐可以很快的就可以使用 然后现在带回家里来写电脑 然后陪他度过了他这个博士论文的时间 说我自己本科是机械专业的 我觉得那就一定要买是windows之类的 然后我后来去了这个计算机之类的 我觉得我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朋友 他们都用的是这个Mac电脑 用的后来我就转到了这个苹果系统 这个下面都是有他的一些底层逻辑在的 所以对于新手小白 我觉得最方便一点 你就是去看你的前辈 看你那些真正的工作场景当中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机器 然后你就跟他们选一样的机器 这样是比较好的 就跟我原来学摄影的时候 他们说你有这个尼康党 也有这个什么加兰党 那你怎么选择加入哪个党 看他说你应该就看 你身边人用的最多是哪个党 然后你就应该加入那个党 因为这样你们平时有问题的时候 还可以一起交流 然后你也不会走很多弯路 这样那具体来讲一下这个红基 就我刚才也说过 我在工作场景当中 用过小米华为联想红基戴尔 就是他们的系统都是windows 然后他们都大差不差 但是就略微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像红基这一款 它就是很有性价比 因为它的接口都很齐全 我在大学里面 就没有遇到说苹果后面就说 买转机器什么各种各样的问题 它虽然有点厚有点重 然后屏幕的色彩还原 什么的都不是很好 但是它就非常适合一个 就刚上大学的一个普通学生 作为你的第一款的一个新手电脑 我当时画CAD 画solidworks 还包括参加一些比赛 用一些办公室事件套之类的 这个电脑的续航不长 但是有点像你一个老家的朋友 他就不是特别精英 不是特别优秀 但是他就跟你很贴心 他就能完成你的所谓的需求 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他的一个评价 我后面又认识了一些什么小米 华为 我觉得那些就有点像 可能像去个城市之后 认识了各种清新色色的人 比如说小米他可能做的老一点 最后华为有那个摄像头 它在那个键盘上 你按一下那个摄像头 可以从那个键盘上起来 它有一些很多创新的点 它就像你长大之后 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朋友 在我心里也没有那种感觉 所以我只能记得 就是我这台在老家的朋友 他的能力不会特别强 但是他就是陪你走过的一段 大学时候的时间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 就是家庭比较一般的同学 如果想录第一款电脑 像红机车这种类型 就稍微厚一点 然后性能比较强 Windows是比较适合 新手小白的第一款电脑 然后这个人长大之后 总是要有一些 这个稍微高级一点点的朋友 就高级感入门的一个朋友 然后这就是我亲戚 送给我和学姐的研究生和结婚礼物 就是两台MacBook Pro和MacBook Air 贵是有贵的一些道理 他跟老家的这个朋友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说他比较稳定 然后Pinbook电脑 我觉得他是比较适合创作者 就包括下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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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这两个同学是我们学校的清华大学游戏专业 所以也很神秘 因为说你上清华就是为了打游戏吗 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跟李杰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 好 大家好 我是金珍 不要再听到我叫金珍了 我是一个什么都做的小UP 大家可以打开我的主页去看一些有没有美的东西 好 这次的话就正如陈同居所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我们国内首个游戏专业 就是我们清华和腾讯一起凉拌的互动媒体专业 其实我已经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为什么要选游戏这个专业 毕竟这个专业是刚开始的可能会有很多的分解 你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吗 因为我是游戏玩家 就是虽然玩的游戏不多 但是还是很喜欢玩游戏的 所以就是另外一开也跟那个我本科专业 有一定程度上的联系吧 虽然不完全对吧 然后后来我就成了这里 我选这个专业其实最早是从技术开始 很喜欢这种音话的一些反馈 然后再加上互动的一些刺激 然后这种形式呢 就它可能有两条路 一个是总是国外有一些什么 专门搞什么西兵体艺术类似的专业 还有呢就是游戏就比较 和这个也比较强先关了 就你用这种各样的互动形式去做 然后当时就看见这个在网上看到计划 然后有这个专业 然后我就抱着这个试一试的心态 其实当时我还不是一个 就玩游戏特别支持那个玩家 我只是对这个技术比较感兴趣 但是我来了之后 逐渐被这个混为感染 现在也是已经 相对的这个游戏小白 是慢慢的 然后最近作业太多了 等到假期的时候一定会好好玩 这次才是专业 不要因为学习忘了专业 既然作为游戏专业 我就在想 你们肯定是喜欢游戏了 因为你们小的时候 是那种就是传统业上的学霸 天天就好好学习 还是说可能会特别喜欢玩游戏 而去可能游戏第一 学习第二 有什么感觉呢 我的话 我小时候 家里管得有一点盐吧 但是我还是 就有时候可能会 比如说 借着别人的PSP来玩啊 我其实就是也差不太多 但是就是正常情况下 就像上学那些什么 其实我都是比较正常的一个套路 就是正常在一起上高中 上大学 但是我在那个小学的时候 其实我特别喜欢去编一些故事 给别人玩 就那时候编游戏就是 完全脱离这个电子设备了 然后可能是 因为当时我比较喜欢看小说嘛 然后我就把这个小说里的 某些情节 某些人物看完了之后 然后呢 我就当时就非常幼稚 我不清楚 在别的这个小小朋友之间 有没有这种情况 当时就是我看完之后 然后可能我就是 让大家每个人扮演一个角色 然后可能他们有自己的领域 然后有自己的什么 然后呢就是互相之间的攻击 或者遇到了什么 天灾人物 或者是遇到怪物 就靠这个除暴寺 然后来决定这个输赢 然后一盘一盘打 然后会发动 然后还会积极血量 其实当时我特别特别喜欢玩这个 就是 只要我一下轮 然后我会去找各个 就是其他的角色 我把这个角色的角色 就他们 我都是轮番和他们玩的 就是他们可能玩到中午 需要上鱼吃饭 然后就转了一个 然后呢 我就在那里等吃饭 然后我再去叫下一个 下一个 对 然后我就轮番跟他们玩 甚至我玩到这种情况 因为我当时其实 就这个 如果影响非常深刻吧 就是他们的家长 就拿着饭下来 为什么吃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楼上 对 那应该在孩子里面 很受欢迎吗 因为我在那个孩子 相对来说 年长一样 最终我说 就比较带着动画 就是当时就这样 你那是什么客气吗 你那是什么客气 没有 没有 但是我们会收集一些 对 但是我们会收集一些 小瓶盖 什么当过一种可能道具 或者什么 最早的客气 我当时玩顾佳佳 我们就没有这么高级 我原来真的 我原来真的这样的大度 不过你的客 按我的理解 应该还是很绝对 那个应该是很难拿着报告 你又是那个 宝盐 是国家的 我当时 走的路子和大家 其实不是特别一样 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 那种巡围岛剧的走 但是呢 我其实也有一点想这个宝盐 所以说但是我走路 就是其他学生 可能是正好学上个工具 但是我 我就特别喜欢学别的东西 我就觉得上个老师 讲那些东西也没太用 像我讲的这个东西 我上网课 我已经都把它看了 我为啥要学这个呢 所以说我就走那个歪路 比如说当时大家都没有人 学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学了 对我就学了各种技术 生敬工具 对 然后就能打浩蛋 做一些什么 做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互动 一些开放 然后这些东西呢 也能用到我的课堂的作业上 而且还能和别人不一样 还能拿包 所以当时我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重反馈里 是吧 我就不断地去学一些新的东西 然后这些东西都是老师可能也都不开会的 可能我们的专业老师都不开会了 然后然后就是 这样就感觉你开心 然后你就继续学 继续获得成功 而且给你参加一个校 因为我最早是从这个CCD开始学了 然后我自己也出过一些课程 在这种网络课堂 课堂呢 课堂 课堂应该把课堂念结果 课堂 这个还觉得他费 已经发出来了 何老师 这个等到这个 有活动的时候给给大家免费 就是 199是什么 差不多 在同学上是一个199 然后另外一个是曼玉尤几千 对对 我是不是也有可能上过你的课 因为我有在王爷爷课堂 你一定有上过课 但我忘记那个老师叫什么名字 其实我蛮想为 这是与何一个问题呢 因为你之前是在本科都是在国外读的 我就蛮想问在国外的话 这样一套游戏的专业成熟度 会不会要是国内高分数呢 如果说赚钱最多的话 国内这几个场 侧重也不一样 就是 都是 都是第一第二 但是你要是说游戏质量的话 或者说就是 当然这个东西不太好量的话 但是 就是你要是玩了以后 就确实你能看出 就是国内跟国外游戏是有差距的 就是他们 就是一个是 可能那种像比较工业化的那些游戏的话 它是 就是有一套很完整的那个制作流程 就是会 就是它能稳定的生产出一些质量 就有一定质量保证游戏 然后另外它像 比如说做一些那个独立游戏 环境会好一些 这个商业潜力 我这一块 就是也不是特别了解 它怎么样把这个游戏的商业潜力 发挥很大 如何量价值客机 之类的 你们同学有的 都很懂一个怎么客机 这个事情 估计大家都不是特别懂 但是 对得知道这个 老师特别懂 我们有老师确实懂这个 就是他上个了 我记得有一条策划说 他就专门讲这个 对于不同复徽类型的玩家 如何让他来就是有一个好的铁 如何让他在里面复徽 就给他设计条曲线 把包括他的关卡 难度和系统的都要动下来 根据他的这个复徽医院来调整 是吧 如果挖挥一个潜在用户 包括这个存量的实在是吧 别人都一听这个游戏专业都反正 哇塞 人家就天天打游戏 应该非常的开心 哇塞 人家就天天打游戏 你们这么一笑好像就感觉不是 那你们觉得这个 你们这个专业的日常是什么样 是枯燥的 还是会比较有趣呢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 像这些作业呀 还是给了我一些便习的机会 有些东西 我做 我做起来还是蛮开心的 虽然也有一些做起来不太开心的东西 学习你学开心 这就真的已经很错了 但是 嗯 我其实更大愉愤的 乐趣来自于这个 同学之间的交流沟通 因为就是 我和我们组的两个同学 我感觉还挺聊的 就是 我感觉学习生活 其实和本课也差不了 特别多 都是上课 然后写作业 然后这个吃饭是干嘛 然后在这个村子里 但是多的东西呢 第一个多的东西就是这个 周围都是不同专业的学生嘛 非常有气嘛 就是聊到很多一样的东西 又可以捡 然后是有事情 自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所以感觉很快 你们刚才也有说到 你们这个专业都是来自于 各个不同背景的人 那你们这些不同背景的人 就平常做项目的时候 一起交流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们是怎么样去进行交流 可以更加的高效 就虽然说我们有可能每个人 都是什么东西都要会一点 但是毕竟还是书业有专攻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 他最擅长的部分 组里要有一个leader来 在把控整个项目的进程 那就是做成中间的过多层的家庭 这其实就跟管理学 这两个人这样的工作量很少 我也想做这个 就是好像他没做什么 但是你要没了他不行 他是这么一个职位 他要相当于去负责整个游戏是怎么样的 就我可能做出来一个东西 不符合这个游戏的 不符合游戏的基调 或者就是不符合这个要求 他要把我的东西否掉 就是最终要有一个人来把控整个 我感觉这有点像是乐队里面的指挥的感觉 虽然指挥并没有拉某一个乐器 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 在我工作里面就是催别人家叫PPP的 PPP今晚要给我 挑战一下最随便早要给我 反正还是有点不符合 那PPP给产品经理就好 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 我其实还蛮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进清华之前 对这个专业的憧憬是什么样的 进清华之后又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猜一下 久久都打游戏 然后进来久久都干做一个 毕竟研究生 你不能光靠那个课上的东西嘛 然后你自己 这也是一个认识人的平台 然后也是一个学习各种东西的平台 我觉得就是 要把握好这个机会 我说你当课期 其实就会靠自己 大学大学大家自己学 逼你一大学 就是本课的时候我们是 大一的是大类 就是进去没有选固定专业 然后等到大二的时候再分级专业 对吧 这时候你就能有一年的时间 你可以去出门了解 有很多专业老师来 上个专业开轮课 就会告诉你 我们这个专业大概以后都干嘛 现在你师兄师姐 一个月你别听多少 每天在公司 在什么公司上班 大概心里有多 没有讲求有多 这个不然讲 老师们都在讲 学生们都说主播吧 说你这个学长现在没有毕业 什么街外包一个月都能一两万 你心不心动 就比如老师就突然会这样说 然后当时就听到好厉害啊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就是 大一到大二不是选择 具体专业的时候 还会清晰一点 是吧 但是这个严育生这个相对来说 就没有什么清晰 就没有这个时间 我可能就马上搜到了 然后立马我们就要去参加下路 今天时间很久 那我问你个尖队的问题 那不太你吗 但是干啥我觉得 都是大家想问的 就不算有人说 你们天上清晰就会在打游戏 你们对那个说法呢 什么情况 我其实也会打游戏 但是我现在更多的是带着一种 就是 已经没有以前那种感觉 以前那种就是 完全带着玩玩 非常开心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 那现在可能更多的是 就是研究一下 它为什么能做的 让我觉得好玩 是吧 它是用了什么机制 然后这个机制我能不能拿走 是吧 能不能放到我的游戏里 这样打游戏会不会很累啊 对啊 其实就是带着一种分析 而且我们其实就经常会讨论 就是谁又发现一款游戏 它我是特别新颖的 对吧 然后我们就会一起开始找到 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游戏 其中有些会让多少人 让他上一坨 或者让多少人 对他就是非常感兴趣 什么之类的 所以说 不要把爱好当作学习 不要把爱好当作工作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其实 不回答爱好便是工作 其实我个人的话 我是 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还是以玩家心态来打 就是 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会是不太考虑那些事情 但是我 我事后去回想的时候 会在意 就是 他为什么好玩 他为什么心 这些方面 我刚才说的 你还要在 完全变得入户的心态 很难 其实是很难 对 我们自己其实也很 也很纠结 在想 就是我们就是做游戏 我为什么要搞一些非常偏特研的事情 就是我们只要做了一个报款 这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但是这个都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腾讯的当时工作人员 就是其实我们南下一个人 还没跟我讲 他说我们这个国内没有这种专业 没有这种研究性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他们的东西 都是摸着石头和 就是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 就是不断的做 然后不断的失败 然后让市场来验证 然后但是呢 他们就发现了 就过了可能有时间经验之后 他们到国外 已经经过国外的那一系列了 就让他们的课发现 他们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我们总结出来 如果我们早知道多好 对吧 就他们就是 对的 所以说我感觉现在更像是 把这一套 就是非常科学的体系 给它建立起来 这样的话 后面会更发展 会更快更好一些 而不是说大家就是 完全就是 没有什么章法要开解 但其实也不是没有章法 就是宝贵的经验 但是有那个学校介绍 就是更有这种 严谨和科学的性质代表 我都觉得这个就说得很好 对 而且我觉得 包括现在很多的物理化 要能科学 之前都是从经验 总结成一套体系 然后才出现 也没人家学科了 我觉得这个游戏 应该是不另外的 对 所以新华白做这个 其实还是很有勇气的 其实就感觉不在心 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东西 因为你们这个专业 还在也听见你 所以你们接下来 也上了学期了 就感觉 迷茫有没有一点消极 还是说更多迷茫 迷茫这个东西 我感觉就只要是 去了解一件事物 或者说去进入一个专业 它都是一个这种 带着一种 波峰的一个曲线似的 你开始不了解它的时候 觉得迷茫其实也还差不多 就是不是特别了解 但是一旦开始了解它 你就会越来越多的迷茫 越来越不容易 因为觉得这个东西 就是你自己了解到的 只不过是 沙特上的一个被课 那种被课 对 然后但是 如果你深入去 生根了这个几年 或者说你真的去 自己亲手去操刀 做失败有什么想法 做失败 做失败有什么想法 然后这时候 你就会对它来 就会越来越清晰了 你就说好 我又收回去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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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时代 试错的好机会 对吧 这时候试错的成本相比小一些 所以可以在这个时候 就尽量地去发挥自己的想象 然后去尝试一下自己的想法 然后看看能不能 就是有好的一些机会 或者说什么时候实现 嗯 我感觉就是 我周围的很多奖位 他们对这个游戏 是真的非常的痛惧 他们就感觉游戏这个东西 就玩物丧志 精神压陷的感觉 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你们会觉得游戏这种东西 会把害而无力吗 嗯 这个必然不适合我 我们上次举一个例子 就是 前几年 日本的一个游戏叫做刀剑浪 然后现在 国内应该是也有引进的 就是它 它是 它是一个 女性向的 日本刀 你人的 这么一个游戏 它其实本身的游戏性 不算是很强 但是它因为 就是给每一把刀 就根据它的那个历史的 真实的历史故事去 就是进行它 给它做人设 然后写它的故事 日本人对于那个 日本刀的那个关注一下子 就拉得很高 就会甚至会出现像 就有些博物馆 它就因为这个刀的缘故 然后一下子筹到了很多钱 然后就去修复这些日本刀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 游戏对于文化成员的那种 对 帮助目准提升 推动 推动 对 我觉得就是肯定这个百号 还无一例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游戏其实是 就是从很很 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 从很早很早的时候 不管是中国古代 还是这些古希腊 都会有游戏 那它们的游戏可能是 就是从那起源开始讲起 它们都是偏向于一种 功能性 或者说教徒性的 比如它通过这个游戏 让你来锻炼一些你生存的基本 或者说你输业的一个技巧 对吧 大概是这种的 然后可能包括像这个粗菊 或者说一些什么 就是中国古代有很多游戏 什么一些这个文人知识 它们经常去玩的一些 对吧 可能到现在的话 就是电子设备兴起之后 然后就是 就会出现一些 就是能够一直让你去干一件事情 比如说像你手机 你可能会天天一直拿着 对吧 然后你可能也不需要 就不像以前那样 以前不能玩个游戏 你就要把人都聚在一起 对吧 或者说就是相对来说 可能是条件磕磕一点 但是技术一发展 可能就越来越简单 我觉得越来越容易 把你这个随便好好实验 进行占 而且大家的这个 就是国内的这个环境 包括夜场上 可能目的就不是特别单纯 可能不单单 就是想让你去享受一次 非常美满的体验 然后作为你人生的一个回忆 可能并不是这样 它可能就是想让 把你时间都拿走 然后把你钱都拿过来 那么目的就已经 不是那么单纯了 所以说在这种 然后嘈杂的那种环境下 好坏其实都是有的 那比如说我看 刚刚这个 一个几个例子 我其实也有一个例子 是偏这个 就是游戏 就是非常有这个 社会价值的意义的 有一款游戏 就是专门在这款游戏 玩的就是一个折叠蛋白 然后它是一款 这个科研类的一个游戏 就是科研类 他们好像在研究 这个逆转部门 它的一个什么 构造的一个折叠方式 但是可能有 多少年 数十年都没有出这个结果 然后突然这个东西 给游戏化了之后 然后放到这个市场上 然后很多人可能就是 因为这个游戏性 比如说一些比较 活着一些在里面 一些未知的一些 创造的空间 去发挥自己想想去创作 然后只隔了这个 差不多一个月左右 然后就把这个 科研类机给解决掉 我觉得这个当时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还觉得 《游戏4E》挺厉害的 通过这种形式 对 就是说可能游戏 除了很多人觉得 就是娱乐性之外 它还对社会 各个方面 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比游戏和电影一样 都是作为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 而且我觉得 就像你们刚才说的 其实我感觉 游戏就是一个工具 就看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 它就像是把创刃键有好处 也有坏处 我们当然不能否认它的坏处 它的确是会让很多人成瘾 但是我们也一定要知道 它有好处存在 而且像他们所说 现在有很多人 是想要把游戏这部分好处体现出来 去推动社会的进步 去推动科学的发展 去推动文化的输出 所以我觉得 我们也应该 以一个正确的观念 去看游戏这样的一个行业 好 本期节目就在这里结束了 我是珍珍 我是沈同学 感谢两位同学今天做我们的嘉宾 对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在持组里去留言 我们尽可能回复 好 再见 拜拜 随便带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专业的工作室 他们说感觉像一个网吧一样 很好奇 这都是你们画的吗 这是你们画的 这是他们的互动媒体的棋子 这是他们的照片墙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同学 你看真的不太一样 像我们在下面都是什么一些什么 知识学习 深度学习 确实不一样 这一层是顶建的工作楼层 我在11楼 顶建在13楼 然后顶建他们这边呢 就 珍珍他们这边呢 就有一个这么大的尺寂 对